第3361章 无极礼物 这人撞击向了严肃 被严肃身前一名侍卫涌出神力抵挡 随后一脚踢飞 不过对方神体上膝带的冲击力量 竟然绷得这主神王腿微微疼痛 惊讶望向沐风 北明玄笑容也是凝固 被打的是他带来的人 严肃眉头为松 这沐风倒的确有些本事 殿下 可否合格 沐风望向了严肃 不错 你的实力可以去参加混沌天斗 他二人呢 也有此实力 严肃问向药川和彩儿 属下保证 我们都拥有老祖赤阳元族的血脉 寻常斩道 不是对手 沐风说道 嗯 姑且算你们通过吧 现在人也到齐了 本宫有话要说 严肃望着下方九十人道 那被沐风打伤的老人愿不忘了野沐风 也安静听严肃发话 严肃道 混沌天斗之战 关乎各个霸主的脸面 我们黑玉道工 能不能在各个道工面前抬得起头来 就看各位的了 虽然混沌天斗之战死亡率风险极高 不过若是能坚持活到最后的人 无疑都将民动混沌 而且能捞得一大笔资源 装备 回来组建自己的一方势力也不是难事 更重要的是 混沌太初界的开启 千百之人 有进取的名额 夺一线那主宰之机 混沌太初界 众主神文言谋光都变得一场火热起来 混沌太初界 据说那是混沌诞生之地 盘古开天 留下来的一处最原始的混沌空间 每个八千万年开启一次 每一次开始 主宰都会进入其中探索天地奥秘 寻常主神是没有资格进入的 混沌太初界 目封心中暗惊 他也听过这个如雷贯耳的地方 那里是混沌诞生之时 也是诞生盘古的地方 不过据说哪里蕴含大凶险 平常都是被七十二方霸主的封印进入通道 八千万年才开放一次 不过哪怕是开放 进入其中的都是主宰级别人物 没有主神的机会 这一次 混沌天斗大会的举办 刚好离开起这混沌太初界时间不远 才给了这么一个名额 不过众人的喜悦很快又冷却下来 传闻哪里可是主宰都能被困陨落的地方 的确有真实案件 是混沌第一显避 也是第一机缘宝地 有主神王在哪里得到过逆天机缘 成就主宰之位的也有人在 当然 能进入前百只是给你这个名额 去不去还是看你自己 混沌太初界 严战坤谋光炙热 他就是想争取前百去那个地方 严肃望着这些人表情好笑 他的位置知道更多 别说混沌天斗会能不能活下来 那什么混沌太初借给他名额 他都不会进入 哪里充斥混沌最狂暴的能量 蕴含许多不可思议的凶险 主宰都陨落过 主神 混沌无数亿万年来 进去的主神没有千万也有百万 能活着出来的主神 能成为主宰的主神 十个手指都竖得清楚 这些人很快也冷静下来 想起哪里的种种传说和凶险 甚至许多人也是心生惧怕 给名额也不见得会去了 也有人面如死灰 根本没想太初借的事情 这一次能不能在混沌天斗中活下来都很难说 数万人的混沌天斗战场 只活一百人啊 死亡率高得让河道主神王们都没有实诚的把握 至于混沌太初 那里可不是诸天神界的本源天界 不是通天塔 处处给你留了生机 打理 一不小心就是死亡 陨落 而且进去的还有主宰 万一惹了人家 人家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了 和主宰争机缘 闹呢 见从人情绪没有激动起来了 显然大家都知道了哪里的凶险性 还是想办法能不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能被选中这一次混沌天斗的人 不是实力极强 有信心能活着进入前百的人 就是倒霉鬼 被选去送死的 沐峰 就是这样的倒霉鬼 他根本都没想过参加什么混沌天斗大会 万一不小心曝露身份就是死路一条 总之大家也别太悲观 到了混沌天斗战场 报成团 活到最后 只要能活着回来的道工都有重赏 严肃勉励了几句诱道 一月之后 这里集合 送你们去竹龙天宫 在哪里汇聚十八方诸王的人 以及天宫的人 一同送你们去天斗战场 若没事禀报的 可以退下了 属下等人告退 众人行礼退下 各成群体离开 叶峰 这一拳一定会报的 那老人和北明玄等几人路过沐峰身旁 北明玄冰冷说道 沐峰挑眉望向着人 冷冽道 真是条输不起的疯狗 我惹你了 小子 你要是想活命 把司马家的司马平川给我宰了 说不定我还可以放你一马 他现在是你的麾下巴 你完全可以杀他 北明玄道 他是和司马平川有仇啊 不知道你那里来的资格何本做这么说话 我是一方痴育雄主 而你 不过一位长老而已 你要是想为你下面人出头 混沌天斗战场上小爷陪你 就怕你输不起 沐峰冷笑出声 态度也是极为强横 越耸越让人家畅狂 行 不知好歹 这是你说的 到了混沌天斗战场 就是你们死期 北明玄满脸怒气 带人离开 真特么畅狂啊 到了哪里 先宰了这老小子 要穿脸色冰冷到 都各自好好准备下 未来百年 将会面对无数的恶战啊 沐峰低沉道 我们的目的不是出风头 活着到前摆就行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曝露一些 我们压乡的底牌 几人点头 五人也就在黑玉王多待了下来 沐峰甚至悄然潜伏入 过寺殿下严战坤神宫 去看望念雪 严战坤要去参加混沌天斗 沐峰必然不会在哪里 放过这家伙 几天后 诸天神界中一个好消息 来到了沐峰的分身手上 无疾圣祖送的宝物 沐峰分身惊讶望向了这未来史 来人一身月白色宫衣 容貌堪称绝世之姿 气质冰朗 空灵出尘 无疾圣主坐下的太阴主宰 让太阴主宰亲自送来的宝物 第3362章 竹龙天狱 太阴前辈大驾光临 不知所为何事 沐峰分身恭敬皆客 万妖少主 此物是圣主送你的 太阴主宰手中多出了一个玉匣子 分身接过 一脸惊疑 我现在能打开吗 分身问道 无疾圣主竟然又送他东西 自便 东西我已经带到 告辞 太阴主宰淡漠道 直接消失离开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沐峰到了声恭送 随后打开匣子 匣子中 赫然是一篇血色神域构成的玉典 每一页都包入纸张 上面承载强大的神文字元 修罗神典 沐峰一愣 这不正是修罗神典吗 他神念翻阅 到最后的一些篇章 沐峰露出了震惊之色 修罗神典是只能修行道斩道阶段的至高神功 然而 无疾圣主竟然把大道篇章 甚至天道篇章 成为主宰的修行法门推演出来了 震惊 现在沐峰心中只有震惊二字 且不说无疾圣主怎么得到的修罗神典法门 他竟然把没有的后续修行法门推演出来了 这是何等悟性造化 随后又是激动 激动的战斗啊 修罗神族 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宰修行法门 他是如今修罗之主 然而因为修罗神典威力不够强大 一心快速提升实力的他很少花心思在修罗神典上了 而是创造更强的神功 如今 无疾圣主竟然帮他完善出了大道篇章 甚至天道篇章 这份礼 这个人情 可是太重了 沐峰难难自语 他都想不通 无疾圣主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且不说以前要把自己的清传弟子嫁给自己 如今更是送上了这么一份新族大礼 而自己好像和无疾圣主并没有太多交集 想不通 沐峰望着这修罗道点 不知道无疾圣主为了推演修罗的大道 天道 耗费了多少精力和心血 这是个天大的人情 有了这步法点 将来修罗族建立一方至高圣域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他能修行自己创造的万象及天宫 因为他是时空神体 而其他人却不能 万劫雷神诀 还是其他常道法门 他都不能轻易传给别人 唯有寿神天诀 修罗神典 还有自己自创的万象及天自己想传给谁就传给谁 没有尽致 本来他给修罗神族安排的另一步成道神功就是受神天诀 不过修行受神天诀需要再混沌 修罗神族在诸天神界就离不开修罗神典 当然 最契合修罗神族的 还是修罗神典修行法门 完美契合血脉的神功 如今好了 修罗神族可以继续修行修行神典 斩道的时候也不用斩掉修罗神功 无极圣主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你对我沐风这般 到底有何用意 沐风心中暗道 这世界少有绝对无私的人 除非是关系轻的不能再轻的 而他和无极圣主说关系 也就见过几面而已 黑玉王都 沐风居住的客栈府邸 沐风本体同样是又惊又喜 心中永远记下了无极圣主这个人情 一个月时间弹指而过 这一天 众人又被召集而来 来到了严肃的王宫 严肃王宫前 停泊了一艘神剑 大王子等一群王子公主 还有大臣 促勇着一位男子而来 男子身穿黑色龙袍 上面是一条盘踞的竹笼 整个人身高依仗 极为魁梧 头戴金色王冠 面容神武 留了下巴嘴唇短短的胡须 龙形虎步奸气势逼人 他身上 无形散发一种凌驾法则之上的道威 让主神的心神都有一种 低人异等的压抑感 黑玉暴祖 阎罗 沐风在人群中望着这人 眼眸中冷光流转 杀意内敛 这人当初可是杀到过诸天神界 毁灭过许多神域 主九英麾下十八路诸王之一 统治方圆数千光年混沌的主宰 阎罗 拜见王上 诸位主神们恭敬行礼之际 一个个低头不敢看黑玉暴祖阎罗 阎罗 阎罗凌厉的目光扫过这些人 强大可贯穿一方世界的神念望过这九十人 有三名河道主神王 其他几乎都是展道阶段 阵营强大 老四 你要跟着去凑什么热闹 阎罗主宰目光突然凝聚在一人身上冷漠道 三位河道主神王之一的阎战昆 启禀父王 而沉着一次已经立志为黑玉道公争光 去意已定 阎战昆坑枪说道 阎罗望着阎战昆 见他心已经坚定 也不多劝 混沌本来就不是弱祖耸包能光耀一方的地方 也罢 送你五道救命神福 这一次混沌天斗 仰我黑玉道公威名 阎罗手一挥 五道神光射入了阎战昆体内 那里面封印了五股他的力量的神福 度谢父王 阎战昆拜谢 嗯 怎么还有本源法则阶段的主神 阎罗眉头一皱 望向目封三人 目封三人连忙低头 不和对方正视 严肃大王子连忙解释道 父王 这三人虽然修为不到斩道境界 不过来历不凡 是赤阳神元族人 拥有斩道境界的实力 赤阳神元族 赤阳老儿的族群还没死绝干净呢 阎罗皱眉 望着目封三人 道赤阳神元族也是十八路诸王之一 如今被诸天神界泯灭 这个仇我们竹龙天狱早晚汇报 还请那时王上为我族做主 目封连忙低声道 嗯 既然人都来齐了 出发去竹龙天宫吧 黑玉暴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进入了神剑之中 两百名主神 一位主宰 乘坐一艘神剑出发赶向了竹龙天宫 这片混沌区域 被称为竹龙天狱 竹龙天狱麾下 十八路诸王主宰为竹龙天宫掌管天下 竹龙天宫临驾十八路诸王之上 赤阳神元族 也是十八路诸王之一 地盘在阴阳词遇 不过被空流消灭了 如今恐怕将被别人取代 而竹龙天狱麾下 其他诸王也是带着参加混沌天斗的人 赶向竹龙天宫 上千名强大的主神将会聚在竹龙天宫 其中不乏河道境界的主神王 竹龙天宫 当初入侵诸天 外语的最大帮凶 竹九英的地盘 木风早就想去见识 这一次混沌天斗战场 一定多杀几个竹龙族的人为诸天出口乐器 第3363章 面剑霸主 竹龙天宫极为遥远 直线飞行距离都有近千光年 这混沌神剑一路撕裂空间 穿越空间而行也需要十数天 竹龙天狱 那是一颗浩瀚的混沌星辰 体积之大甚至比洛神界都丝毫不差 生活无数的混沌神灵 也有着一方混沌天狱最强的种族 竹龙族 竹龙族 混沌龙族之首 竹九英更是天道巅峰的主宰 实力惊人 当初在诸天宇宙 宇宙未圆面压制的情况下 都可以和无极圣族两大天道分身杀的一时间不分上下 可见实力之恐怖 72方混沌霸主之中 竹九英的竹龙族 恐怕的排名前十位 至于最强的种族 还是公认的盘古圣族 竹九英统治的势力 绝对比诸天一方至高圣域还强 不过又不是整个诸天神界的对手 竹龙天狱之外 有强大的空间结界 有许多空间天门 进出之人都必须经历盘查身份 一骚骚从不同方向汇聚而来的 经历过河查之后 放任进入竹龙天狱之中 黑狱道宫的神剑到来 有黑狱暴祖坐镇 倒也无人敢盘查 神剑直接穿越空间天门 进入竹龙天狱 下降钢气层 大气层 下方就是辽阔的山川大河 有无数的兽神族群在大地上奔跑 也有雄伟的城市建筑在大地上 或者悬浮在苍穹 兽神 没有修行到神尊的境界 是无法化形人身道体的 化形门槛比妖神高太多太多 当然 提前吃了化形神丹的也可以提前化形 而混沌之中没有神帝的境界 除非先天能飞的种族是无法遨游混沌的 竹龙帝都 一座修建在苍穹中的城市 城市中的居民大多都是神帝境界的强者 面积浩瀚 方圆不知多少万里 上一次外语邪神一族入侵 落语妻子龙兴 带领涛敌 穷奇等几位主宰深入这里 攻击了竹九英的老巢 逼得竹九英不得不撤离人马 随后这才打退了外语邪神 不过如今时隔多年 竹龙帝都已经恢复全貌 神剑降临在了竹龙帝都中一厨专门停放神剑的地方 黑玉暴祖阎罗带人下了神剑 这便是竹龙帝都 有主神也是第一次来 好奇地望着这方混沌天狱的统治中心 这竹龙天狱的混沌神器的确比黑玉王城浓郁太多 不时可以看见一对对白人 身穿龙楷的战士巡逻而过 都是巅峰神帝 带头的更是主神强者 深入敌营 穆峰也在打量着这方天地 若是在这里暴露了身份 恐怕逃命都没有机会 为何如此说 进入这里 那强大的空间洁渐让他感觉到了自己和自己和外界的分身失去了感应 无法本我召唤 看来本我召唤也没逆天道什么环境都可以用 如此一来 穆峰就隐约有些担忧起来 那混沌天斗战场不会也是如此吧 若是没有了本我召唤这个最强逃生手段 遇见无法抗拒的危险 穆峰和他兄弟们可就没有了保障 这竹龙天狱是竹九英天道笼罩的地方 任何动静都在竹九英的感应下 他想要谁死 竹仔之下 恐怕他一个念头就可以召唤天法抹杀对方 哪怕是主神 天道竹仔就是这么强大 制定规则的存在 穆峰深呼吸一口气 压制心中一丝不安 跟着其他人在阎罗主宰的带领下走向了竹龙地宫 竹龙地宫 修建在竹龙帝都正东方 占据了竹龙帝都五分之一的面积 是整个竹龙族生活之地 竹龙族 便是这方混沌天狱的皇族 竹龙族 天生掌控极英 极阳力量的可怕种族 哪怕不修行 生而成年都拥有堪比神尊的力量 无数宫殿 阁楼 庭院坐落在竹龙地宫内 一条宽敞的宫道长廊 直通地宫大殿 一路上 还遇见了其他来拜会的诸王 也是带着一两百名主神部等 一同进宫竞见竹九英 御龙 这一届混沌天斗大会 你们御龙族来的人不少啊 阎罗主宰和一名头顶生长一对黑色龙角的中年男子正在谈聊 此人也是一方诸侯 御龙族的主宰 御龙族 竟然来了一百三十名参战主神 其中有五十人都是御龙族的本族人 沐风在黑玉道工人马中 望向这族的人 眼神中暗藏冷烈 御龙族 御龙主宰 姑姑的亲儿子 自己的亲表兄 若坤表哥就是死在他的手中 呵 这一次不杀的你们这群人灭绝干净 绝不甘休 御龙淡淡道 不少族中弟子主动要求去参战混沌天斗大会 我也不好冷却了子孙们的激情 御龙心中暗道 看来阎罗他还没有得到消息 不然恐怕就不止带这点人来了 看来 陛下还偏向龙族啊 呵 恐怕活不了几个回来到时候损失重大 你可别心痛 阎罗冷笑一声 其他诸侯们也是带着人马汇聚而来 则则 黑玉道宫竟然连本源阶段的顶级主神都派来了 是无人了吗 御龙道宫的人中 有人讥讽出声 神念放肆探查 望向黑玉道宫的人 发现了目封三人还是本源境界的顶级主神 黑玉道宫的人都脸色阴沉 无人言语 十八路诸王中 几个龙族诸王道宫地位都比黑玉道宫高 严战坤冷冽地望了一眼目封几人 几人的修为的确让他们都比较丢脸 甚至到了混沌天斗战场 他都想宰了目封几人免得丢脸 然而他却不知道 目封也对他有必杀的心 一路上 竟然汇聚了不下两千名参战主神 特别是混沌龙族群体中 什么暴龙族 太荒龙族的人明显比较多 若是每一方霸主统治的势力都有这么多人身战 七十二方霸主 恐怕人数还不止十万人了 竹龙大殿高高在上 有九千九百层神域台阶 金色大殿立在云顶 两千人 哪怕各方诸王主宰 也得一步步走上去以示尊敬 走完玉街 进入大殿 只见大殿被九九八十一根盘龙神柱支撑 地砖都是极品神域铺就 无比雄伟 散发一股棒薄气势 还有惊人天威 上书四个大四 天宵神殿 要面见混沌霸主 主九英了 第三千三百六十四章 混沌母戚 下方 十七路诸侯王带领两千参战主神来拜 上方 一名中年男子正坐龙椅 此人天庭饱满 立阔方圆 浓眉凤雾 双眸围翼金衣白 宛如日月 身穿金黄色酒龙袍 头戴紫金罐 额头上有一对凸起的龙角 竹九英 竹龙之祖 他坐前方 左右两名男子 同样是竹龙族的强者 赫然也是两名天道主宰 分别为竹九英大儿子 竹日 四子竹后 其次还有七名竹龙大道主宰 一族十位主宰 三位天道主宰 竹龙族不愧为这一方混沌霸主 排名七十二方混沌霸主前十 下方还有十七路诸侯 两千多人在大殿中 丝毫不觉得拥挤 拜见陛下 两千多人 包括各方混沌诸王这一刻也是公公敬 竟向竹九英弯腰行礼 各位长途跋涉而来辛苦了 十七路诸王 赐座 竹九英声音宛如红雷 又带有莫名的雌性 谢陛下 十七路诸王谢礼 分别落座十七个位置 而他们的人 也站列整齐 排列站在十七路诸王的背后 在这里 主神还没有做的资格 竹九英扫视了一下个方 道 看来各位挑选的参战人员都已经齐全 来人 先上菜 店外有美丽的侍女送上一份份美味佳肴 不是顶级的神果 就是主神妖兽凶兽制作的美食 还有万年美酒 美酒佳肴上齐全 所有主宰敬竹九英一杯 又敬了两位天道主宰皇子 酒过三巡 这是主九英才再次开口 这一届的混沌天道大会战 预计参战人员不下十五万之众 皆是各族各狱中的顶级天才人族参战 我竹龙混沌疆域 这一战必须力争有三位以上主神入围前百 十五万 这一次怎么会这么多 有朱王主宰惊讶问道 往常最多也就是十万人 而这时阎罗望向了几方龙族若有所思 这几方龙族这一次参战的人都很多啊 寻常这些龙族可舍不得派这么多主神精英去送死 难道是因为混沌太初的开启 有主宰若有所思道 没错 正是因为这一届混沌太初的开启 刚得到消息不久 说混沌太初中 有鸿蒙现世 有鸿蒙现世 此言一出 各方主宰瞬间激动起来 脸色涨红 而各方主神绝大多数都是一脸疑惑地望向这些主宰 什么是鸿蒙 能让这些主宰如此激动 鸿蒙 目封眼眸中精芒闪动 心中震惊 鸿蒙是什么 别的主神或许不知道 可是他有这么多主宰级别的长辈 他可是曾听闻自己的师尊九霄提起过 鸿蒙 是天地混沌 宇宙诞生前最初时的一股能量 也被称为混沌母系 先有鸿蒙再有混沌 然后才有的宇宙大千世界 而据说混沌第一大神 盘古大神就是鸿蒙中诞生的神灵 这鸿蒙有无数不可思议的伟力 所有生物的诞生 所有世界的诞生 整个宇宙混沌的根源就是鸿蒙 弱的鸿蒙成道可奇 主神的鸿蒙成为主宰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主宰的鸿蒙更可突破道法 提升境界 甚至成就传说中的至高主宰 太初 而鸿蒙 不是主神可以接触的东西 故而大多数主神都不知道 主九英能在这里堂而皇之地说 因为这些主神最终也活不下几个来 而活下来的 都将有机会进入混沌太初 去接触鸿蒙 至于他的麾下主宰 他们也有自己的圈子 早晚会知晓 不如在这里坦然大方地说出来 若真有鸿蒙出世 那这可是天大的造化吧 是啊 想必各方混沌主宰这一次肯定安耐不住了 鸿蒙啊 我若是能的鸿蒙 天道可奇 各方诸王暗自议论纷纷 而那些主神们大多都是一脸蒙逼 木风也将鸿蒙的传说解释给了天赐 要穿 彩儿自己紫月听 记得天逆神时 其中就是拥有一丝鸿蒙气 就足以让人脱胎换骨 蜕变出自己体质的最强天赋 木风时空神体的修成 也是离不开那一丝鸿蒙气 鸿蒙可以提升天赋 也可以帮助破道提升境界 也可以提升神力 甚至可以淬炼大道神宝 可以救死人肉枯骨 几乎就是万能力量 看你怎么使用了 也有知情的主神 向自己的朋友们解释 结果一传十十传百 所有主神知道鸿蒙后 一个个也是无比激动 那是能让他们成为主宰的圣物 所以这一次 对这些小家伙们也是一个机会 是羊元祖被诸天神界封印抓走 我麾下还缺一位诸王镇守一方 所以 这第十八路诸王 我有意从这一次参赛 活着的人中培养一位主宰 一位坐镇一方的诸王 到时本座也会亲自去混沌 太初寻找鸿蒙 朱九英的一番话 让这些主神也是瞬间激动兴奋起来 陛下有意培养一位主宰诸王 也就是说 他们若是能入前百 就有成为主宰的机会 两千多人面面相许 如此一来 哪怕是同伴之间 也将成为相互竞争厮杀的对手 目封眸光闪动 这或许是一个好机会 倒不是他想着什么鸿蒙 那鸿蒙哪里这么好的 这么多主宰都会进去抢搏 他一个主神喳喳 哪怕抢到了也会被别人拍成灰 至于机会 什么机会 朱天神界 报复朱九英的机会 这样的好事 恐怕许多主宰都会去抢搏机缘 到时朱九英的混沌天狱 必然空虚 若是这时 若神界 朱天万界的强者杀进来 谁人能打 这个情报 一定要想办法传递给朱天神界 目封暗耐住心中的疯狂想法 静静听着朱九英的吩咐 这一次 光竹龙族将去参加这场混沌天斗大会战的人都有三百之多 三百战道级别的主神 更有八名主神王 那其中 还有朱九英的一个小儿子 可见朱九英为了这一次混沌天斗大会战也是下足了本钱 因为不说别的 这一次的混沌天斗大会战 前三名的强者 可得一份惊人的机缘奖励 因为那是几乎所有混沌霸主给的一份大机缘 第3365章 有何居心 所有混沌霸主这一次共同沉默过 这一次混沌太初的开启 若有主宰得到鸿蒙 将会赏赐给一份这一次混沌天斗大会战排名前三甲的强者 这份沉默奖励 可以说是天大的机缘了 严战坤等一众河道主神王眸光无比炙热 如此一来 他们的目标可不只是杀入前百了 更要力求杀入前三 朱九英说了一些混沌天斗大会战的事情后 让人将这些前来参战汇聚的主神们带下去 整个殿中只留下了一众主宰 十七路诸王 单独留下各位 各位可知道是因为何事 朱九英望着下方十七路诸侯淡淡道 众人面面相许 恐怕也都猜出了个大概 陛下 恐怕是因为赤阳神元一族的事吧 有主宰陈生说道 其他人心中想法也是如此 一位主宰 朱王被抓走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没错 朱九英正坐龙椅 道 你们认为 朱天神界的人 抓赤阳是为了什么 而且 这一次动手的人还是落神界空流校 我们和邪神宇宙的人联合 入侵朱天神界 恐怕这是朱天神界对我们的报复啊 正好赤阳神元族的地盘又是在混沌外域 阴阳磁流区域 最靠近朱天神界 玉龙主宰陈生道 我看没那么简单 若只是单纯的报复 杀一个赤阳老祖能解决什么 也有主宰觉得此事背后还有蹊跷 出来此事 我黑玉道宫麾下也有一只赤阳神元族的人马 正是当初赤阳神元一族覆灭残留下来的一些人马逃到我黑玉道宫的 这次的参战人员中 也有五人是赤阳神元族的人 阎罗想起了沐风的赤阳天宗 别看他平常不问正事 潜心修行 然而一些大典的事件可都瞒不过他的耳目 陛下 莫非您得到了什么情报 也有人好奇问 竹九英眯着阴阳双眸 生长锋利指甲的手指在龙椅扶手上强大 道 洛神界的人突然对我们的人下手 恐怕不只是报复这么简单 杀一个赤阳 对我们造成不了多大的威慑 不过外语邪神安插在诸天神界中的眼线 也并没有查出是因为什么 诸天神界八方至高神域也并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洛神界到底有什么深意 实在是让本座难以揣摩啊 所有人默然 也猜不出洛神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取酒之后 竹九英问 这一次取得混沌太初开启 你们有多少人想进去一探的 下方十七路诸王 有十五路诸王都举起来手 这么多竹九英眉头一皱 这么多诸王都要去混沌太初 他麾下人马会出现很大的一个空缺 若是这个时候 诸天神界的人入侵 或者是其他混沌霸主入侵可就不妙了 最多只能去六位 至于人选 你们自己争夺 本座不偏谈谁 这一次混沌太初开启 我也不会去 不过我会让主日前往 竹龙天狱 不能空虚无人 竹九英沉生道 此人心思也算谨慎 就怕有人乘这个时机对付竹九英 下方十七路诸王主宰相互顾盼一眼 不少人要眼眸中燃烧起战役 有人大笑 正好 这一次可以诸位切磋问道一番 天宵神殿外的宽阔广场 两千多名参战人员各自形成一个个群体 圈子交谈 有的人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盟友势力 到时候 十多万主神的厮杀 单靠一个人 前期恐怕很容易陨落 哪怕你一个主神王再厉害 也招架不住十个百个斩道主神的围杀 若是大家形成一个很强大的整体 那就很容易存活到后期 再靠个人本事争夺前一百的名额了 不过那时候 恐怕兄弟之间为了活命 也容易反目成仇 目封武人为了不显的特殊 也和黑玉道宫的人在一块 黑玉道宫的人 几乎都团结在了颜战坤的麾下 没办法 黑玉道宫的人中 颜战坤的地位最高 风哥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要穿传音道 天赐也是如此传音 这些主宰若是都去了混沌太初 那主九英的地盘肯定空虚 嘿嘿 若是这个时候 我们诸天神界攻击他的地盘 必然不可阻挡 要穿冷笑道 我也有如此想法 不过没用 这里被主九英的天道笼罩 我根本感应不到 诸天神界中留下的分身 目封摇头 脸色不太好看 啊 那这怎么办 如今 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 我觉得哪怕能把这个消息 禀报出去 恐怕诸天神界 也不会轻易对这里下手 二来主九英若是够警惕 必然也会留下 足够防御的力量和人马 相比这个 我倒是更担心 混沌天斗大会了 这么多霸主势力的 天才强者参加 背景强大 比运深厚的人 恐怕同样也拥有 我们一样的大道神器 所以这一次的 混沌天斗大会战 我们不能有丝毫的 轻敌和大意 目封说道 几人都凝重了点了点头 看了下今天主九英 麾下人身战的人员中 两千多人 河道境界的主神王 就有了数十人 再加上其他霸主势力的强者 河道境界主神王 恐怕怎么也得 有上千人以上 甚至更多 河道主神王的厉害 从司马平川 哪里就领教过 而且司马平川 还只是普通种族的 河道主神王 若是没有大道神器 能及杀沐风等人的强者 都有上千位之多 争夺千百 困难重重啊 而且其中一些大族天才 恐怕也掌握有大道神器 希望那什么混沌天斗大会 没有这样的天道笼罩 沐风心中也有一丝担忧 不是他怕死 而是强敌太多了 他都活不了的战场 他的兄弟们恐怕也难活命 沐风望向了这些参战人员 各族强者 男女老少容貌的都有 而有一群人几百个 各个头顶一双红色龙角 在所有参战强者中 更是无比显眼 赤竹龙族的人 这三百来人 各个气息惊人 修为都在恐怖的 斩道七重之上的 河道主神王都有五位 叶峰 多谢咖啡 龙凤双拳解封 多谢二位 不想写小说了 咖啡 你在什么巴卡斯基 卖咖啡能不能带我一个 你卖咖啡我卖茶 再搞个油条豆浆摊 嗯 一步一步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第三千三百六十六章 拉拢人马 那群竹龙族人中 有一人身躯挺拔 面容刚毅英俊 充满了一股子锐气 身穿六龙吞云袍 头戴华冠 彰显着他非同寻常的身份 被周围人重心捧月 此人 是竹九英的第十六子 竹明浩 也是竹九英最小的一个儿子 竹九英的十六子女中 有七人都成为主宰 至于其他人 几乎都陨落正道的途中 竹明浩是他唯一没有成道的幼子 慕风眼眸中深处望向这些人 竟是冰冷的森冷寒意 若是有机会 慕风不介意全部击杀了这些人 给竹九英送上一份大礼 夜风 而这时 有人冰冷带一大群人走来 这群人过来望着慕风五人 慕风五人望去 不正是黑玉道工 严战坤等一群人吗 北明家族的几个人 都在慕风身边 赐殿下 慕风抱拳行礼 严战坤巨傲的目光打亮着慕风 冷漠道 你们五人 修为实在太低违 让我们丢尽脸面 到达混沌天斗大会战的战场 别妄想能和我们在一起 其他黑玉道工的人 闻言信愿望向慕风几人 似殿下要将慕风几人 踢出这个圈子 慕风脸色平静 忘了一眼言 战坤身边冷笑的北明玄 也猜出了什么 而要穿几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周围其他道工的人 闻言都信愿望着慕风等人 黑玉道工的弃词 严战坤说完 也不理会慕风的表情 向竹龙族的参战人们走去 去结交竹名号 嘿 这几个家伙一脱离我们的圈子 恐怕立马就会被别的 诸王的人撕碎 北明玄冷笑 赤阳天宗的第九辖区 向来为大哥做事 我是不可能让他们 有机会活着出去的 严战坤冷笑 他和二殿下感情最深 二殿下是大王子殿下的竞争对手 据说战机排名是 以及杀人数为标准 似殿下 何必把这五个人的人头 让给其他人呢 北明玄更加阴毒 想自己人救灭了慕风 影响不好 毕竟他是代表的 我们黑玉道工 杀他们 无力人心凝聚 严战坤摇头 自有计量 随后小赫赫上前去 和竹名号打招呼 拔得个八子 这个贱人 竟然抛弃我们 慕风几人神念交流 要穿传鹰丁啊 黑玉道工内也是派系争斗严重 我们明面效忠大王子 必然得罪一些人 而且一旁还有小人挑作 天赐冷漠道 和他们分离也好 正好给我机会宰了严战坤 慕风冷声道 把念血折磨得如此 当成作祭 慕风已经把严战坤 当成必杀之人 风哥 我们五人虽然有大道神器防身 不过也架不住别人人多啊 就我们五个人 恐怕也不好生存 得想办法拉点人啊 要穿望向在场两千多人 无数大大小小的圈子 零散之人反而比较少 到了混沌天斗大会战场 还有十多万人马呢 是得想办法立棍 拉一票人马 不然一道战场 最先死的就是我们这种散人 大道神器不能轻易曝露 否则我们会更加陷入众师之地 引来强者过来夺宝 慕风皱眉 这种压力感 为生存而战感觉 他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不得不说 这些年过得都有点安逸 很久没有经历大凶险和大风浪了 慕风的目光投向了在场的一些散人 如何把这些人马凝聚在一起 是个问题 自己等人修为看上去低为 别人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强大背景 实力 没理由会投靠自己等人 慕风将这些零散的人 或者被排斥出大圈子的群体 记在了心中 药川 想办法 在那些人身上留下寻踪香的气味 慕风望着自己看中的那些人 对药川传音 并指明是那些人 药川似乎知道风哥想干什么了 嘿嘿一笑 过去厚着脸皮就和那些人去交谈 甚至送人家丹药 想和人家交朋友 主动曝露自己修为 那些人叫药川修为低为 也猜这家伙恐怕是想寻求庇护 有的人收了丹药 也有的人冷着脸 当药川的面捏碎 药川的行为 更是惹来黑玉道工的其他人绩效 自己等人不收留 这家伙 零散去联系那些被坑害来没什么背景的人 不就之后 主宰们的高层会议也结束 竹龙宫的人给这些所有参战的人统一安排了一片居住区域 十天之后 竹龙天宫会派主宰 将所有参战之人送往混沌天斗的大会战场 慕风五人 也被安排了居住了五个单独的庭院 分配好了居住之地 大家都是各自闭关修整修习 养精蓄锐 准备迎接这百万年一次 各方混沌霸主主神门中的大厮杀 而慕风却没有闲着 这时 药川之前的结交就取作用了 药川拿出了一只蝴蝶一样的蛊虫 这只蝴蝶飞起 飞向了远处的一栋庭院 慕风药川二人也隐秘身影跟了过去 来到了这栋庭院前 药川道 风哥 这是沾染我留下寻踪香的一位强者 寻踪香 是一种特殊的灵魂香气 嗅不到 也感知不到 只有要穿的特殊蛊虫 寻蝶可以感知得到 相隔一万里 都可以追踪感知到人 他去和那些人结交的时候 就在对方身上偷偷留下了寻踪香 慕风望着这庭院 大门关闭 有一个神阵结界笼罩 慕风打入了一道神力进取其中 算是敲门 告知主人有客来拜访 很快 一道朦胧的身影来到结界前 打开了结界 这人是一人身材魁梧高大 满脸落腮胡子的壮汉 双眸寒煞 冰冷望着慕风和药川 是你 大胡子忘了药川 记得药川 这位道友 又见面了 药川笑道 昨天这人什么名字人家都没告诉他 滚 别打扰我修行 别想让我能保护你 大胡子冷喝道 一关怨门 就要再次开启结界 不过这时 沐风的一只手撑住了怨门 但莫道 道友不过斩道时重的修为就如此蛮横 不知到了战场上 成千上万你这般境界的强者 你孤身一人又能活几天呢 第三千三百六十七章 到处吹牛 大胡子文言脸色一沉 随后冷笑道 你不会也是想来拉拢我吧 一根筷子容易断 十根筷子抱成团 道友觉得自己单打独斗在混沌天斗大会战中可以活几天 沐风反问道 大胡子没说话 忘了眼沐风 道 你是什么人 可否进去说话 沐风淡淡一笑 大胡子门一敞开 让沐风和药川进来 三人进入客厅中 主次之位落座 大胡子才道 你是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和我结盟 在下黑玉道公麾下 九大侠区 第九侠区之主 是阳天宗宗主叶峰 因为得罪了上面人 被拉来混沌天斗大会战 道友呢 黑玉道公麾下 九大侠区之主 是阳天宗主 大胡子眼神微微肃目 能做一方侠区之主的都是河道境界的主神王 修为还在他之上 本人玉龙道公麾下第三侠区外姓长老 胡飞因为没有什么背景 被选来参加混沌天斗大会战 大胡子说道 态度缓和了几分 原来是胡飞道友 叶峰有礼了 木峰一拱手 笑道 我之前见胡飞道友被玉龙道公的人排挤在外 恐怕在那边也是不合群的吧 胡飞脸色阴沉 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 胡飞道友如何看待混沌天斗大会战 木峰问道 绞肉机器生机渺茫 胡飞重重一叹 十多万人 活排名前百之人 谁心中都没有底 自己一定能活到最后 更何况 他们还不是修为顶尖的一批人 更不是拥有大背景的人 说白了 他们都是炮灰 成江王者脚下的万古窟 若是道友进入混沌天斗战场 认为自己能活几天 木峰又问道 我不知道 胡飞唯唯恼怒 道 叶峰道友 你来的目的直说吧 无非就是想拉胡某入伙是吧 叶峰点头 直接道 我叶峰也和黑玉道工的人不合 混沌天斗大会战 是丹利宝的人注定无法生存下去 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我一组建一群人马 大家共同御敌 在混沌天斗大会肝胆相照 希望胡飞道友可以加入 呵 祖建人马又如何 你认为 你祖建的人能和各方道工 甚至天工的人相比 胡飞机凤问 若以上且偷生 争那一线生机 怎不想我被神主到今天经历多少生死杀劫 不去争一争努力一把怎么知道不能 而且 只要大家助我 我至少有能力让你我不再前期淘汰死亡下去 木峰淡淡说道 你有什么能力 胡飞眯着眼睛问 也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我本是赤阳神元族之人 不知道有可曾听闻赤阳神元族 木峰道 自然知晓 十八路诸王之一 不过据说赤阳老祖被一方神界 诸天神界的人急杀封印了 胡飞说道 不瞒道友 赤阳老祖正是家父 家父被抓之前 我被他拼命送走 身上还有诸多家父留下的底牌 还可以在混沌天斗大会战中杀出一条生路 若是有一群人助我 熬过前期恐怕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今我已经招纳了五十名有志之士 道友若是愿意来 我欢迎至极 大家团结一起杀到决战之日 木峰脸不红 心不跳地吹着牛笔 李氏赤阳主宰之子 胡飞惊讶 震惊望向木峰 木峰运转受神天诀 一股带有主宰气息的血脉力量散发 胡飞感受木峰的血脉力量 是散发着道运 这做不得嫁 胡飞沉默了 这个野风 正拉起了五十多人 还是主宰之子 恐怕身上有些主宰留下的强大宝贝 说不定大到神器都有 加入他的阵营 未必不是一个自保的机会 而且 他身上如果真有什么大威力宝物 靠近他后 说不定有机会杀了他 自己掌控 胡飞思路流转 想了利弊 道 叶宗主 我愿意加入你的组织 好 又的一位有志之士 有胡飞道有加入 我们的阵营又多了一份 活到最后的希望 木峰笑道 伸出手掌 两人挤掌为盟 随后木峰取出了一套血红色的战甲 只是一套上等神甲 对主神而言没什么大用 这是天风君神帝 境界的战士身穿的志士神楷 修罗血甲 更残留有修行兽神天楷 决天风战士的混沌气息 便是不出世神界中的东西 此甲为信物 身穿此甲者 皆为铜袍 木峰说道 这胡飞接过 收入本源天中 道 叶宗主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 木峰显然提前想过这个问题 道 叫启活君 只求活到最后 杀出一条生路 启活君 胡飞想了想 这名字虽然俗气 不过却透露出对生存的无比渴望 启活二字 更是直扣陷入绝境中的人心 拉拢到了第一个人 木峰和药川两人这才离开了胡飞这里 风哥 我没想到你吹牛皮的本事也是这么厉害的啊 兄弟服了 你这分明就是空手套白狼啊 要穿笑道 拉拢到一个斩道实重的高手 要穿心情也是大好 架一针十针一架 能在混沌天斗大会生存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 走 去第二个哪里 目风淡笑 第二人 寻蝶带两人又来到一间庭院 是个女人 还是个极为美丽的女人 境界高深 赫然是一名河道境界的主神王 名叫 按理说 这样的女人不该来才是 这修为 容貌 在哪里都混得开 等目风聊下去才知道 原来对方是一位主宰的女人 不过也因为太过美貌 被权力巨大 背景深厚的正宫娘娘排挤 这一次更是被安排来这里送死来了 目风又开始了自己的最强神通嘴炮模式 一顿拉拢利弊分析 甚至隐晦透露自己有大道神器 又已经拉拢了八十人团结一心 这才让这女人心动加入 而目风 也开始了到处吹牛打嘴炮 发挥自己统领军队式的演讲口才能力 到处拉那些没有什么背景 被排挤的落单之人 暗中修建自己的力量 第三千三百六十八章 过来陪酒 十天 对凡人而言也不过生命中的短短旅程 十天时间弹指而过 而目风这十天可是忙个不停 到处忽悠人马 将三寸不烂之舌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日 竹龙天宫召集十七路诸侯带来人马 以及竹龙天宫自己的参战之人 一共两千四百多名参战主神 几乎都是斩道级别的主神汇聚竹龙天宫大殿前 竹九英之子 天道主宰主日 亲自带领一位大道主宰 十位河道主神王 带领着两千多名参战之人奔赴混沌天斗战场 乘坐一艘巨大的神剑 在主宰的力量加持下 神剑撕裂空间 以恐怖的空间跳跃速度赶向了混沌天斗战场 不知道要穿越多少光年的距离 长达千丈的神剑穿梭在空间中 有光幕笼罩神剑 神剑上气氛格外压抑 也有人情绪很兴奋 大部分人心事重重 死一去 百死一生 这艘神剑上的参战人员还不晓得能活几个下来 甚至一个都活不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也有信心十足的人 聚集不少人在喝酒谈聊 慕风武兄弟坐在一个角落 放上几块火焰神经 燃烧起篝火 架起烤架 烤着不知名寿神的肉喝着美酒 看不出什么愁容 要穿神力翻滚些烤架 不是一些什么神要丢上去炼化成香料融入烤肉之中 香味弥漫扑鼻 惹得许多主神都耸动勾结 暗自吞口水望向他们这一角落 他们一路经历的生死多了 这样的战场虽然残酷 不过还不至于下得他们心神失守 像他们这样看得开的倒也不多 五兄弟姐妹在角落喝酒吃烤肉倒也有些另类 周围不少人马投来目光 都在议论这几人什么来历 好漂亮的女子 玉龙道工人马中 一名身穿黑色龙甲的青年被香味吸引 望向了远处那几人 目光被那身穿红色衣裙的美丽女子踩而吸引 他们这群人也在举办自己的酒会 有上百人 比目封那五人热闹多了 六爷可是看上那女子了 一旁有玉龙族的展道主神笑问 我这里有美酒美食也能没有美人作伴 玉元清笑道 只是不知那女子什么来历 当下左右有人道 六爷他们都是黑豹道工的人 不过似乎不为严战坤所容 被驱赶出他们的团体了 六爷喜欢 我去叫他过来给六爷陪酒 这主神起身道 非常懂事 玉元清可是玉龙主宰的青传弟子 也是他玉龙主宰青侄子 和道主神王 玉元清喝了杯酒 淡淡到了生昂字 目光在彩儿身上上下打亮 越看越喜欢 心想着一定要将这家人纳入胯下征服 木峰五人正在喝酒 胡乱开着玩笑 吹着一些没有营养的牛皮 那人走过来 笑道 五味道有打扰了 木峰五人望去 对方是明黑衣中年 头顶有龙角 玉龙族的人 玉龙族和木峰有杀亲之仇 木峰平静道 这位道有有什么事吗 在下遇龙族长缺 我们六爷遇原清公子 想请这位姑娘过去喝一杯酒 长缺望料望自己那边 一大帮人马说道 不怕木峰挤人不就范 彩儿戴眉一皱 露出一抹杀气 就要拒绝 而木峰却笑呵呵道 好啊 彩儿文言惊讶忘了眼木峰 撅起小嘴不悦道 哥哥 长缺逝去的忘了一眼木峰 道 这位姑娘请 我 彩儿就要说我不去 木峰打断道 道有先过去 我让我妹妹打扮一番在过去不迟 哈哈 好 长缺自然答应 这家伙很适趣啊 木峰手一挥 一股神光笼罩自己这里 我才不过去陪他喝什么酒 要过去木峰哥哥你过去 彩儿不开心道 哈哈 放心 我们是过去给他喝砍头酒 要穿 是想尽神散给我一点 木峰说道 短起一杯酒 峰哥 你想干啥 要穿疑惑 不过还是把一粒尽神散给木峰了 木峰捏成粉 丢在酒中 自然是过去和哪位喝酒 木峰嘿嘿一笑 让彩儿在自己本源天里微微打扮下 随后散开神光 带着彩儿过去 兄妹二人过来 而玉龙族的一群人望着过来的彩儿都是眼前一亮 周围主神们的眼睛都看直了 这艘神剑上 还没有几个女子呢 好一个角色佳人 玉元清更是为之惊艳 不说他 黑玉道工一方 那严战坤都望得有些失神 他不是贪图美色之人 这一刻都动起了心思 而人群中 也有些人带着一阳目光望着木峰等人 那些人都是被木峰嘴炮拉拢到人 他想干啥 叶峰 带妹妹彩儿前来拜会各位道友 木峰带着一壶酒飘过来 对这些人笑呵呵抱拳道 彩儿也是唯唯一礼 哈哈 原来姑娘叫彩儿 真是美如天边狭彩啊 不 比狭彩都还要美丽几分 玉元清笑道 望着彩儿 眼眸中光芒炙热 都没理会木峰 玉公子过奖了 彩儿娇声说道 彩儿姑娘能否留在这里喝几杯 若是愿意 混沌天斗战场 元清愿意护彩儿姑娘周全 玉元清笑道 彩儿故意望向了木峰 木峰道 叶峰神交玉公子已酒 不知玉龙公子能否赏脸 和在下喝杯酒 木峰双手捧着那酒杯上前 一脸卑躬的样子 他这姿态 但是让许多他暗中拉拢的人失望 妈的软骨头一个就你还能带我们杀到最后 起活你还真是起活啊 玉元清瞥了眼木峰 单手接过对方酒杯 木峰连忙给人家倒酒 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看在彩儿姑娘的面子上 和你喝一杯 第三千三百六十九章 黄泉见酒 玉元清望向木峰的眼神中 丝毫不掩饰的鄙夷和不屑 不过为了美人 还是接了木峰的酒 和木峰一饮而下 谁知 木峰又倒起了第二杯酒 木峰道 这杯酒 敬我一个陨落的表兄 愿他轮回路上好走 说着 木峰将第二杯酒倒撒在了地上 周围人眉头一皱 敬死人的酒 而木峰 又倒起了第三杯酒 你又完没完 留你妹妹在这里就行了 你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 玉元清有些不耐烦了 冷喝说道 玉元清公子不急 这杯酒是敬各位玉龙族的道友和玉元清公子的 木峰依旧一脸微笑 也不生气 声音高朗道 叶峰 祝玉龙族的各位混沌天斗大会站上 黄泉路好走 扑 木峰一杯酒 直接撒在了玉元清的脸上 顿时撒了玉元清一脸 玉元清目瞪口呆 愣住了一下 酒水从他脸上滑落 而周围玉龙族 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都目瞪口呆 刚才木峰的话 还有他的行为让这些人震惊 这叶峰 用酒撒了玉元清一脸 还周玉龙族的所有人去死 李找死 玉元清回过神暴怒 戏使惊人 小子 你说什么 找死 插了他 玉龙族的强者们一个个回过神后也是怒吼出声 立马围住了木峰两人 元楚白紫月三人也是疼得站起 我说各位到了混沌天斗大会都会死 木峰激凤笑道 天杀的小子 老子现在就宰了你 有人爆发神力 向木峰冲过来 轰 然而 这时笼罩传的一股天道之力 天突然凝聚一股恐怖的毁灭天伐神雷瞬间杀下 轰杀在这爆发神力之人身躯 啊 那人惨叫一声 肉体在这恐怖的神雷下瞬间化为灰烬 神魂俱灭 啊 其他玉龙族的人下了一条 一个个连忙收起要爆发的神力 冷汗直流 穿越混沌空间时说过 登剑者不得动用神力争斗 以免破坏神剑 为令者斩 冰冷无情的天道声音响起 是天道主宰主日的声音 正准备动手的玉龙也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 瞬间冷静 吓得不敢动了 愿独望向木峰 差点中了这小子的忌了 可惜了 木峰望着一地黑灰 似乎在万席 就坑杀到一个人而已 望向其他围住他的人 冷笑道 各位还不让开 还想动手 这些玉龙族强者们望着木峰咬牙气 恨不得把木峰撕裂来吃了 不过这一刻 在神剑上还真没有人敢动手了 一个个散开 让开一条路 木峰拉着彩儿的手大摇大摆离开 突然停步 扭头望了一眼脸色铁青无比的玉元青 笑道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长得这么丑也好意思请我妹妹喝酒 这酒味道如何 玉元青脸色阴沉 冰冷望着木峰 在压制自己的怒火和冲动 嘶吼道 小子 老子记住你了 我保证 到了混沌天斗大会 我第一个宰了你 有本事现在宰了我 说话跟放屁似的 孙子 你爷爷威胁听得多了 木峰激凤冷笑 带着彩儿离开 彩儿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哼 玉元青一掌拍碎了自己带来的桌子 起得胸膛起伏不定 敢这样惊悟玉元青 这小子是谁啊 好胆子 哈哈 坑死了一个玉龙族的主神啊 刚才差点坑死他们所有人啊 网夫 一下神剑到了混沌天斗大会战场 看你不得被玉龙族的人对死 周围甲板上的人们议论纷纷 有的佩服木峰胆子大 有的却是安骂傻叉 还好不试个耸包 看他的样子 是真有底气 一些木峰暗中联系的人见着一幕 心中反而有了底气 那个叶峰还真是找死啊 似殿下 看来不用我们收拾他 一下混沌天斗大会 他就会被玉龙盗工的人击杀 北明玄冷笑道 跳梁小丑 不足记挂 严战坤喝了一杯酒淡淡说道 这个叶峰 怎么是形式如此莽撞之人 这种人 看来不值得大王子培养 还是死在混沌天斗中为好 欲塑的欲前侍卫 延续皱眉 心中暗道 风哥 你太阴险了 哈哈 木峰彩儿回来 要穿哈哈大笑 控制住毒发时间 到了混沌天斗大会 我还要用他立个威 木峰喝了杯酒冷笑道 明白 要穿黑黑冷笑 哥哥越来越坏了 你利用我 彩儿轻横一声 哈哈 我的好彩儿 我不是提前和你说了吗 这也是我家彩儿 长得太漂亮 谁看了不动心 木峰画了话 彩儿鼻子笑道 当初木峰哥哥就不动心 当初还把我丢给了丰然 嘻嘻 不过也好 丰然可不敢背着我找其他女人 彩儿一句话对得木峰没脾气 我是那种偷香的人 叶峰宗主 且深可否过来讨杯酒喝 这时一位身姿恩我妖娇的女子 过来倾笑道 只见此女一身雪白色大衣 容貌堪称角色 桃花脸庞 担奉双眼秋水为谋 兵姬玉骨 妩媚和仙灵的完美交融 两种不同的气质在这女人身上 要穿望着这女子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贱人 有一个群体中 有个围首青年冷冷骂了一声 原来是紫衣仙子 若是不嫌弃 请一旁就坐 木峰淡笑道 眼眸中也有丝惊艳 不愧是被主宰看中的女子 这女人的容貌 气质当是厌绝无双 这女人是一位主宰的女人 不过就是因为太过美貌 直接被后宫当家的娘娘嫉妒 直接弄来混沌天豆大会来送死了 彩儿皱眉 有些不悦地忘了这女人 挤在自己哥哥身旁 心中暗骂了一声狐狸惊 第三千三百七十章 西十二霸 紫衣供养请 木峰给对方倒了一杯酒 紫衣挥秀掩面喝下 娇美帝容颜上又添了几分红晕 更显得妩媚动人 那位玉龙族的公子似乎来历也是不小 叶宗主得罪 他岂不是又为自己添一个敌人 封紫衣笑问 雨笑嫣然 呵呵 来着混沌天豆大会 我不得罪他 他也会为了排名而即杀我的 还在乎什么得罪不得罪 而且他让我妹妹陪酒 这在叶某眼中 就是已经犯了死罪 而且叶某也无惧于他 木峰淡淡一笑 谭小坚的那种上位者的气度和威严可不是装出来的 是久居上位凌驾他人之上培养出来的 这让封紫衣更加相信 木峰是作用一方大宗的强者 叶宗主好气魄 到了混沌天豆大会 还得多仰仗叶宗主呢 看来宗主之前说的至圣法宝威力无穷 封紫衣窃了快烤肉放在自己的口中 细细咀嚼品尝 木峰心中冷笑 这女人 是来打听自己的宝贝来了 哈哈 以后就知道了 木峰随便敷衍了一句 这位是叶宗主的妹妹吧 真漂亮啊 封紫衣笑望向了彩儿 哼 狐狸精 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离我大哥远点 我可是答应了我的嫂子们的 不让大哥在外面沾花热草 你敢勾搭我大哥 我一剑削了你的大胸 彩儿冷恒一声 冰冷盯着风紫衣 说出来的话让木峰一口酒呛在了喉咙 咳嗽不止 彩儿心中郁闷 为什么这女人的比自己的还大 这些各见男人 一个个盯着她那里看 风紫衣先是一愣 随后咯咯咯笑个不停 道了声 妹妹说话真是个风趣的人 我不是你妹妹 少和我套近乎 咳咳 彩儿 够了 这位紫衣姑娘人家也就是过来喝杯酒而已 不能失了礼数 木峰咳嗽一声打圆场 这女人可是她辛苦拉拢的助力 紫衣姑娘莫介意 小妹说话向来心直口快 失了礼数 呵呵 没关系 我挺喜欢彩儿妹妹的 我这里有支玉钗 送给妹妹 风紫衣拿出一支非常漂亮的玉钗 玉钗上有一只美丽的蓝色蝴蝶 栩栩如生 翅膀还会煽动 缭绕神文 事件不凡的神器 非常漂亮 女人见了就会喜欢 彩儿一见眼眸一亮 想伸手去拿 不过还是忍住了 冷着脸说不要 风紫衣直接插在了彩儿的头上 笑道 这支玉钗只配得上彩儿妹妹 彩儿妹妹若是不要 我毁了岂不是可惜 这玉钗还可以防御一级河道主神王的攻击哦 话说到如此 彩儿也不好继续拒绝 不过不得不说 冷着的脸也缓和几分 心中对她的乐感消失不少 风紫衣又偷偷和她聊了一些女人的话题 彩儿对她的恶意也渐渐消失 开始有说有聊 沐风偏了眼风紫衣 这个女人还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彩儿和她相比人情事故方面相差太远了 风紫衣不难看出 彩儿在沐风心中有至高的地位 和彩儿处理好关系 说不定能从彩儿这里 套出许多关于这叶风的事情 见沐风这方 有如此美丽的家人去接近沐风 非遇到宫的严战坤望向沐风的眼神也越加冰朗 严战坤这种不怎么静女色的人 也对那风紫衣很感兴趣 不过这女人可是动不得 她可是十八路诸王中 最强的那路诸王 疯狂主宰的女人 不过那诸王的正宫妻子也是魏主宰 容不得后宫比她漂亮的女人 就想办法把这疯子一弄这里来了 玉龙族那一方 已经有人死死盯住沐风等人 恐怕到了混沌天斗大会战就会动手 一些诸王之间有摩擦的人马也是相互针对 恐怕到了哪里 竹龙天狱一方的自己人就会来一场厮杀 穿越了空间半个月之后 终于破出混沌乱流空间 神剑出现之时 前方出现了一片混沌星路 这片星路一直绵延向前方混沌虚空 由一颗颗巨大的混沌星辰组成 一颗接一颗的星辰排列 不就成路一般 蔓延向深处镜头 整齐的不自然 完全像是被大能用神通排列 在一起 大多星辰都是血红色 缭绕血煞之气 神剑到了这里 停了下来 气看周围 竟然已经悬浮了许多巨剑 而那些巨剑上 插着一柄柄星空大旗 昆蓬天狱 静翅大蓬天狱 孔雀天狱 涛敌天狱 穷奇天狱 斗神天狱 龙象天狱 九鹰天狱 举腹天狱 等等 许多代表格方混沌霸主的神剑都停泊在这片新路上 前方 而这些神剑上 都满在参战的主神 气势惊人 不断有神剑从各方穿越汇聚而来 整片星空 已经汇聚了数万展道级别或是顶级主神 这汇聚的气场 太惊人了 目风望着这一幕也是心中震撼 他也没有见过如此多顶级主神 展道主神 甚至河道主神 这就是整个混沌汇聚的力量 还只是一部分力量 难以想象 谁能掌控整个混沌的力量 无疑等于成为了所有宇宙 世界的主人 其他的主神们也是震撼无比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 哈哈哈哈 竹龙天狱的崽子们来了 一艘巨大神剑上 传来一声张狂冷笑 那是金翅天狱的神剑 没金翅扁毛来得早 竹龙天狱中 那位天道主宰 竹日冰冷回应道 金翅大鹏族 混沌排名和竹龙族差不多的混沌霸主势力 两族早在天地初开之时就相互捕杀为实 我以为是你老爹来了 没想到是你竹日 听说你老子和一方宇宙的人勾结一起 让人家堂而皇之地从你们地盘借道 这可不符合混沌的规矩啊 创始先祖说过 混沌和宇宙互不干涉 你竹龙族忘了吗 敢违背创始先祖定下的规矩 竟是大鹏神剑上传来的声音冷笑问 你少拿大帽子扣我竹龙天狱头上 无中生有的事情谁不会说 而且 我竹龙天狱的事情 你金鹏天狱还管不着 两方主宰见面就是一顿唇枪舌战 目封闻言眼眸为咪 竹龙天狱 也不是没有敌人啊 第三千三百七十一章 风喜云洞 惊斥天狱的儿郎都听着 进入天斗星路之后 给我多载几颗竹龙天狱人的头颅 最好是竹龙族的 对方竹仔直接冷笑放话道 尊竹仔令 对方神剑上 也有两千多名主神高呼回应 竹龙天狱这方 竹日竹仔自然也是不甘示弱 冰冷道 竹龙天狱之人 遇见金鹏天狱人当战不饶 所有能从新入战场活着回来的 一颗金鹏族人头 本座上一亿本源混沌神经 钻法指 竹龙神剑上的两千多人高呼 办不办事情这时候都得喊个口号 不能给自家主宰丢了这个面子 两方混沌天狱的人还没有进入战场啊 就已经提前杀气凌人了 这样敌对的阵营很多 许多混沌天狱之间都是相互敌对状态 然而平常又压制没有什么毁灭级的大战争爆发 小摩擦小打闹事不断 这混沌天斗大会 也是七十二方霸主相互争雄的地方之一 越来越多的霸主神剑汇聚而来 沐峰等人也望着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 混沌霸主天狱汇聚而来 混沌这么大 七十二方霸主 别说沐峰他们 许多主宰都没走完过七十二方混沌天狱 昆鹏天狱的神剑上 昆鹏混沌天狱的统治家族是昆鹏家族 统治的混沌天狱和主九阴的接壤 双方并没有什么仇恨 也没有太大来往 昆鹏神剑上 一位女子可谓众心捧月一般助力箭头 遥望整片星路 众多霸主神剑 她一身紫红色衣裙包裹胶曲曲线玲 有轻视之容颜 双眸为淡红色 紫色的眼线勾人 混沌天斗星路会战场 这里将是我古炎儿的崛起之地 女子望着这片星路暗暗说道 炎儿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旁边一名金袍男子柔生说道 似乎不愿意古炎儿去冒险 此人 赫然是昆鹏家族的一位主宰 昆海 不 我一定要去 我本就是外族人 修为低位如何配得上你 这一次我必吞噬万元 成就主宰之位 待我成道归来时 你娶我可好 古炎儿转身 望着昆海主宰柔生说道 昆海望着古炎儿的坚定神色 微微感动 道 好 待你成道归来之时 便是我二人大婚之日 她转身又对昆鹏天狱的两千来人马喝道 所有人听着 而等必将誓死互为炎儿小姐杀入前百 莫 两千多人 包括昆鹏家的主神王也是恭敬应试 谢谢你 海大哥 古炎儿主动送入怀中 抱着昆海柔生说道 眼眸之中却是闪过一丝丝冷意 昆海抱着古炎儿 眼眸中也浮现一丝丝迷恋 按道理说 他本是主宰 女人有多少要多少 可是这古炎儿对他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他不知 古炎儿体内同样有一头混沌天兽 那是同为天兽兼本源的一种特性吸引力 当然 他若是知道 或者古炎儿又是个男人 说不得他会直接吃了古炎儿 当然 古炎儿是个女人 那种心动的感觉 或许对他来说就是传说中的爱恋 古炎儿这女人擅长心计 又一直吊着这位主宰胃口 让他看得到他 又吃不到他 让这位主宰对他都是越陷越深 情这个字本就不是境界高所能避免的 哪怕化为天道 也有七情六欲 喜慕哀乐 而古炎儿对他 只是单纯的利用而已 情 呵 他亲情都已经不相信和丢弃了 更不要说所谓的爱情了 他亦有过情 只是他不再相信 已经丢弃了而已 风仔啊风仔 你命中注定的宿敌啊 自求多福吧 而这时一艘巨型的金色神剑出现 绽放金光 神剑长百万丈 体型最大 堪比一方星辰 上面一柄巨大的旗帜随风飘扬 上有几个大字 盘古圣族 盘古圣族的神剑而来 周围的霸主神剑 竟然都主动让开一条路 盘古圣族的神剑上 只有一百多位升高万丈 头四驼风 背身金色双翼的赤红色皮肤的巨人 各个气势惊人 都是斩道境界的强者 甚至也有河道主神王 盘古圣族来了 盘古圣族 最古老的种族之一 就来了一百多人 怎么如此稀少 呵 别看就来了一百多人 你可不知道盘古圣族的战斗力 越级杀敌都没问题 这一百人 可挡千军啊 而且盘古圣族的族人本就比较稀少 各方霸主神剑上议论开了 暗中议论这一艘剧无霸神剑 沐峰眼眸中金光闪动 他接到了一人的传音 是牧人 当初打入盘古圣族内部 占据盘横体魂的牧人 他如今 也踏入了斩道境界 两人暗自用传音神符交流 沐峰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 他也是这一次来的参战人之一 盘古圣族 这一族可是惹不起 他们族中是已知唯一有超越天道的存在 古炎儿体内 一道声音响起 绝天魔兽的声音 他们真是传说中盘古大神的后人 古炎儿惊讶问 盘古圣族的老祖的确是盘古 不过他们都是盘古死后的一滴本源血索化 随后形成了一个种族 绝天魔兽解释道 那他们一族的本源 一定很美味吧 古炎儿却是冷笑一声 嘎嘎嘎 这一次混沌天豆大会正好尝一尝 我也没吃过 反正这里的厮杀都是七十二方霸主允许的 你杀光他们 盘古圣族也不能找你麻烦 绝天魔兽可是唯恐天下不乱 各位 人都来齐了吧 盘古圣族的神剑上 响起一道声音 回荡混沌天语 是盘古圣族的一位主宰 涌动天道之威 九阴天御智 孔雀天御智 金鹏天御智 一位为主宰出生 连同盘古圣族 七十二方混沌霸主旗智 我方参战人员出列 而这时 七十二位主宰几乎同时喝道 顿时 无数参战主神腾空而起 出现在各自神剑上空 不下十五万主神汇聚 修为最低的都是顶级主神 随后 七十二位主宰共同施法 施展特殊大神通 第三千三百七十二章 星路战场 无数天地道之力的交汇之下 混沌亮起一片片道光 只见苍穹之上 出现了一方笼统整片星路的阵法 交织无数的天文 这一幕惊天动地 无数主神震撼 许多主宰恐怕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 实现了十天时间 构建一方逆天法阵 随后 一道道天文宛如一道道神光点点 涌向了所有的参战弟子 这些天文神力 涌入了参战主神体内 甚至神魂之中 所有人的眉心 全部浮现出了一条金色的天文 天文竟然凝聚成了 九瓣花瓣一样的道文 目风也感受到了眉心的这道文 蕴含一种特殊的力量 拥有这道文的 都是参战之人 进入星路战场可辨人身份 此乃据天神文 进入星路战场 击杀对手 据天神文会凝聚他的一身本源 神魂本源 神力本源 法则神力凝聚成主神天丹 此丹 是你们进军前摆的关键 主神天丹数量前摆者 便是最终能活下来的百人 冰冷的声音回荡在所有人耳边 目风等人听了心中也是微微发寒 这时必须逼得所有人相互厮杀 彻底击杀对手才能夺得对方的主神天丹啊 主神天丹数量过万的人 可以在我们联手布置的 逆天阵法中的帮助下凝聚一枚大道神丹 大道神丹可凝聚大道之力 突破境界成就主宰 然 依靠大道神丹成就的主宰 终生无法再进一步 下一段话又让无数人目光炙热起来 主神天丹 可以容聚成大道神丹 成就主宰 主宰啊 哪怕是顶级最低的大道主宰 那也是主宰啊 完全凌驾主神之上的大能 不过主神天丹过万和其艰难 意味着要击杀一万的竞争对手 主神 这种养古式的成就主宰方式 还真是一江功成万古枯 进入混沌新路战场 杀戮 杀到最后 是你们唯一的活路 你们额头上的道文 一旦感应你们敢逃离新路战场 会引下天罚轰杀 主宰引动的天罚威力尔等 可以是一世 看你们能不能抵挡得住 这主宰的话语 无疑是断了所有胆怯之人 逃离战场的想法 要想活下去 唯有杀戮 生存法则就是如此残酷 所有参战主神相互顾盼 眼神都变得诡异起来 进入之后 同一个天遇来的人 都要成为你死我活的厮杀对手 混沌新路的尽头 是百王星 哪里是你们最终的归宿决战之地 大战时间为千年 最后十年 除百王星外的战场地区 将被沙阵笼罩 最后十年 上方沙阵将抹杀 所有为到达百王星参战之人 所以 也别想着能在星路战场 找个地方躲一辈子逃避 许多主神闻言 心中彻底绝望了 逃也逃不了 多也躲不过 那么就只有沙和死两条路 要么就杀出个光明大道 虔诚似井 要么就放弃命运 化为枯骨 成为别人成道的垫脚石 这一刻 哪怕是实力自认弱小的人 心中也迸发了无穷的杀意 坚定 战意 修行到主神的人 没有人会自己放弃自己的命运 那么就拼尽全力一战 阴谋诡计机关算 尽为自己某一个明天吧 风哥 这玩大发了 有这玩意儿 就算能本我召唤我们也不敢逃吧 要穿摸了摸额头上的金色道文苦笑 白子月剑一涌动 眼眸中战意更是无穷 背后一大两小三柄神剑 似乎感应到了主人心中战意 嗡嗡而响 那么 就在这里杀出绝世剑神之名吧 天赐摸了摸自己袖口中 自己温养无数年的鱼长神剑 眼眸淡漠 杀音泪练 我本自炼狱中走来 杀人为乐 尸骨作伴 尸山穴还有何惧 彩儿红裙而立 神色甜然 安安静静站在沐峰身旁 宛如一朵红色蔷薇花 他心灵纯净 然而本质已经是罗刹 何惧杀鹿 沐峰双臂背负而立 望着那朦胧通向镜头的混沌心路 脸色平静 一路走来 步步争锋 踏尸骨鲜血而行 从未放弃 从未自弃 混沌天斗 心路厮杀 这一路 神党杀神 我目封必然依然走到最后 走到尽头 这一刻 十多万主神 气氛竟然格外沉重 惊人的杀气已经在上空凝聚 翻滚 化为了一股股血红色的精神能量汇聚 神帝闯入这杀气中 恐怕立马会走火入魔 失去理智成为杀戮机器 入战场 诸位主宰其声大鹤 杀 十多万主神 一声声低吼 化为一道道神光 从向下方新路 冲进大气层 降临这片星辰大地之中 进入之后 所有人都感觉有一股可怕的万有引力吸引他们下坠 落向大地 直到离地千米之时 这才能抵挡得住下的地心引力腾空 不过没有人敢悬浮在天空中 成为靶子 都是落在大地上 这大地 竟然是一片的血红 地面是血红色 生长的树木都是血红色 湖泊的水都是血水一般 更有无数的意识能量 在散发一股股沙一波动 还有浓郁的血煞气息 人一来到这里 情绪中的杀念都会暴躁 脾气变得暴 心绪不宁 恨不得去找人杀上一场 这星路战场 历史上陨落了树不清的主神 星路已经被神血完全血染 木峰望向大地 还有树不清的尸骨 骨头宛如洁白 或者其他颜色的神域 有兽骨 也有混沌人族一样的人骨 木峰一脚踏下 这大地极为坚硬 吸收太多神力 神血 凝聚神性了 不容易破坏 堪比神铁 木峰周围 药川 彩儿 天赐 紫月都在 同一艘神剑来的竹龙天狱的主神也在 远处还有其他混沌天狱的主神 来到这里 反而能感应到分身 不过他背下了皱纹 也注定没办法逃离 逃 有实力弱的主神 一来这里后就拼命飞窜逃离 实力弱 落单 没有强大组织依靠的留在大阵营中就只有死路一条 而各方相互顾及 忌惮之下 竟然一时间还没有人动手 许多人已经开始逃了 叶峰小贼 受死 而这时 一声怒吼打破了竹龙天狱这一方的安静 只见六七十道身影杀气腾腾冲向木峰 为首之人 正是玉元清 第三千三百七十三章 雷霆手段 木峰在神剑上公然泼了他一身酒 咒他们死 还坑杀了他们一位族人 可谓是狠狠打足了这位主宰侄子的脸面 一入混沌新路战场 他恨不得立马即杀了木峰发泄心中之恶 六七十人围住了木峰五人 斩道境界时重的强者不下十多位 更有欲人亲这一尊河道主神王 木峰五人环顾四周 五人背对背站成一圈 面对数十位强敌 竹龙天狱的人们都是冷漠地望着这一切 黑玉道工的人更没有丝毫帮助的意思 嘿嘿 这小畜生死定了 北明玄冷笑 严战坤脸色淡漠道 玉元清不杀他们 我也会杀了这几人 叶峰 你的死骑到了 区区几个狂徒 敢得罪我玉龙族 今日就是你的死骑 来人 去把木峰的头颅给我剁下来 练成主神天丹 那女子给我胡捉 本作要玩弄致死 玉元清对挥下几人说道 哈哈 六爷您瞧着 那几名玉龙主神您笑 杀 一瞬间 七名斩道境界九重 十重的绝世主神杀来 一人杀向一个 而木峰 被两名斩道主神招呼 最强手段 直接击杀 莫让别人看出深浅 木峰传音几人 杀 五人同时一声大吼 爆发神力 掩盖自己境界气息 杀向这七名斩道主神 三剑和 阴阳剑磁轮 白子月身后三柄神剑瞬间出窍 化为三谷本源剑气 阴阳磁力的融合下 化为了一轮三色剑轮 五行至尊剑气涌入剑磁轮中 剑轮爆发绝世剑气劈去 死 和他交手的是一尊斩道九重的玉龙族主神 滚滚欲龙神力爆发 凝聚成一道黑色龙爪印扣杀落下 威力惊人 通龙龙 剑磁轮撕裂劈在对方龙爪印上 龙爪印竟然被强行撕裂 剑轮瞬间劈在对方护体神域上 破开重重领域 下方坚硬的神性土地都被劈出一道道剑痕 白紫月身划一剑 脚踏独步天羽杀出 瞬间穿越被破开的领域而至 一道金色剑芒划过这人身躯 啊 这玉龙主神惨叫 被一剑分尸两半 鲜血喷剑大地 灭魂剑 白紫月神魂力凝聚成剑气 一道纯金色剑光斩灭在对方主神魂的本源意识上 啊 不 这主神魂的本源意识惨叫 直接被抹杀 他体内的那金色道纹竟然吸收他的神力本源 神魂本源 化为一个能量漩涡 上方苍穹 一道特殊神文光笼罩在能量漩涡之中 能量漩涡凝聚 收缩成了一枚拳头大小的空间结丹 这金色结丹类凝聚了这位主神的法则本源和神力 被天道之力炼化归真 这便是主神天丹 要穿本源天中 一瞬间爆发数种强绝的独立 独立凝聚领域笼罩周围 罢穴独立 万毒神力 龙诸古毒 间谍封毒 被他收入本源天的神龙顶 也悄然释放出了一缕金人独立融入他的领域中 整片领域 燃烧彩色毒火 一味斩道实重的绝世主神冲杀来 一枪灌注万龙之力 崩灭星辰的一枪杀像要穿头颅 痴痴 然而周围万毒神火在以惊人破坏力腐蚀他的领域 要穿大害惊退 砰 神刚一样坚硬的大地都被一枪轰爆出了十丈大坑 杀 这主神提枪又凝聚神盲杀来 不过这是毒火燃烧破他的领域 这主神挥动神枪打散燃烧来的毒火 要穿冷笑 毒火瞬间化为采烟完全笼罩这主神 穿透攻击 啊 这斩道时众的主神惨叫 陨落半空 全身燃烧可怕毒火 血肉在如同冰雪融化 要穿提剑劈下 瞬间劈杀这人 毒杀神魂 这人也被控制的逆天阵法链化成了主神天丹 乖乖 神农顶中的独立争霸道 我只是偷偷引动了十分之一不道啊 要穿暗子星星 他的独立 没有如此轻易毒杀时众斩道高手的能力 罗刹杀魂 彩儿这一瞬间体内 涌动出了恐怖的杀气 若非有混沌气息融入掩盖真不难让人猜出他的神力 恐怖的血色的杀气中 一尊猙獰的杀魂咆哮而出 宁笑着 带着无穷杀意和怨气 杀魂化为一方血色结界笼罩那攻击来的御龙主神 这御龙主神心中的杀意一瞬间被百倍提升 淹没理智 嘶吼着胡乱攻击 杀魂的力量融入了他的体内 彩儿这时一箭刺入他的头颅 这人头颅砰的一声爆炸 神魂都被撕碎 杀魂抹杀向了意识 吞噬对方的怨念 杀气 天降神光 直接将这人也炼化成丹 通龙龙 一道烈天刀芒劈下 狠狠笼罩天刺 天刺被一刀撕裂 灰飞烟灭一般 大地被劈出一道长长百丈的刀痕 这御龙主神冷笑 不堪一击 然而瞬间他脸色惊变 身后空间一动 空间漩涡凝现 一道柄几乎感知不到了剑 光瞬间刺入了他的头颅 一剑绝杀 两大御龙主神更是同时杀向墓峰 两尊一位斩道九重 一位斩道十重 拳硬落下 剑芒劈来 目风生出一双银色叠翼 涌动空间神力 瞬间躲闪两人的攻击 穿越空间之中 地面被轰炸出拳动剑痕 碎石飞剑 时空凝固 目风时空神力凝聚神通 一瞬间涌动而出 笼罩两人 两人只感觉周围空间瞬间缓慢 时间都缓慢下来 随后 目风体内天寒神力爆发 凝聚大寒天灾 滚滚寒气席卷笼罩两人 两人在时空领域中瞬间被凝聚成兵 二人燃烧黑色神域龙岩要破冰而出 然而目风抬手凝聚毁灭神闻 毁灭神拳瞬间杀伐而出 砰砰砰 含兵爆炸 全力笼罩 两人在冰封中被一拳打爆 九幽剑气凝聚杀出 劈在二人主神本源上 两人惨叫 本源破碎 亦是被抹杀 两颗主神天丹凝聚而成 七位爵士主神 被五人以雷霆之势强硬击杀 震惊了不少关注之人 一脸凝笑的玉元清 笑容也是瞬间凝固 玉元清 可敢与我叶峰一绝生死 第三千三百七十四章 因死元清 七位斩道阶段后期的爵士主神 就这样被击杀 五人表现出来的彪悍战斗力 还真是吓到了一帮人 而这时 木风手中拨出了一柄神剑 剑指河道主神王 玉元清 玉元清 你个只敢怂恿麾下的懦夫 可敢来与我叶峰一绝生死 木风剑指玉元清 当着无数人的面 又一声冷喝 玉元清脸色铁青 无数目光望向了他 叶峰小贼 你要死在本座手中 本座成全你 玉元清怒喝 河道主神力爆发 攜带几分大道神力 戏是不是寻常斩道主神可比 沙 玉元清化为一尊万丈龙人 挥动一柄九尺天刀 一刀汇聚无上神力 重重踢向了叶峰 看我两剑取你头颅 木风手提古煞神剑 爆发神力同样冲了上去 现出赤阳神员之身 挥动古煞神剑 重重对碰上去 要穿 引毒 木风传音对要穿道 要穿暗自冷笑 手掌中有特殊的神闻凝聚而成 当刀剑对碰 狂暴的刀剑神力席卷八方 坚硬的大地都被踢出一道道巨大裂缝 两人身下地区一瞬间破碎 而玉元清的神力明显更强 毕竟已经拥有了几分大道神韵 在压迫木风的神力 刀芒撕裂空间 不断逼向木风 小畜生 这就是你的实力 玉元清凝笑 这家伙的神力完全没有自己强悍 然而这时 他体内一股股隐藏的特殊毒纹突然爆发 惊人的独立吞噬向了他的本源天 独灵吞噬神力 封堵他的神脉 这一瞬间 玉元清的神力削弱下去七成之多 神力瞬间又不接的趋势 怎么回事 玉元清大害 而木风在交手 瞬间感应到了对方的突然削弱 一声大喝 本作刚才只是用了五分力陪你玩玩 玉元清受死 木风另一手分出神力爆发 凝聚毁灭神闻 一拳悍然杀出 轰 黑色的毁灭全盲一瞬间席卷而出 冲击向了玉元清 直接强势打爆玉元清的神力 宛如海啸推舟重重撞击在玉元清身上 啊 玉元清惨叫 被一拳轰飞 整个人被拳进轰的血肉横飞 斩 木风一脚独步天雨 空间之力凝聚 瞬间出现在对方身前 古煞神剑凝聚九幽剑气重重劈下 扑痴 偌大的龙头被木风一剑劈落 鲜血喷起万丈高 染红了一片天空 木风一手抓住玉元清头颅 风神咒风入对方头颅中 让其口不能言也无法神魂逃离 极境 周围竹龙天狱的人极境无声 河道主神王 玉元清就被木风这么两剑一拳 一剑劈杀了 人群中 有一些人眼眸中金光流转 木风抓着玉元清头颅哈哈大笑 目光避逆玉龙族的人 讥讽道 玉龙族 不过如此 真是威风霸道至极 要穿暗子奸笑 这思中了风哥之前下的毒 让风哥装了一波好十三 顶级主神 不动用大道神器的情况下哪里能拥有击杀河道主神王的实力 主神境界 若是以道法划分 就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本源阶段 斩道阶段 河道 木风完全就是跨越了一个大阶段杀敌啊 六爷 玉龙族的主神门大惊失色 河道主神望六爷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玉元清又惊又怒啊 自己特么是被阴了 刚才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是中什么毒了 真正的实力突然被限制 然而现在他说话都没办法 也无法传音 一颗头颅被木风提在手中立威 怎么可能 这小子 这么强 北明悬下的心惊肉跳 他不是才顶级主神境界吗 怎么可能如此强 难道 他隐藏了境界 半猪吃老虎 很有可能 这一刻黑玉道公义方的人 也是瞪大眼睛 没有人相信木风是 本源阶段的顶级主神 严战昆谋光冷烈 也多了几分凝重 严续暗道可惜 早知道木风这么强 之前应该拉拢关系 毕竟都是大王子麾下的人 就出六爷 玉龙族剩下六十多位主神怒吼 一个个爆发神力 全部杀向六人 六十多名斩道主神 五人哪怕都是河道神王 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双拳难敌四首 我起活君何在 还不快快现身 随我杀出一条生路 木风突然扬天长笑 身上血色能量凝聚 神光笼罩 突然身穿一套血色战凯 鲜红色的披风随风飘荡 霸气威武 大人莫慌 五牛顶天前来护驾 玉龙族萧小给爷爷滚开 而这时人群中突然一声大小 一头混沌魔牛变化人身 化为一个身材魁梧 头顶一只黑色魔牛角的大汉 身上血光凝聚 浮现一套修罗血铠 爆发惊人主神力 赫然也是一尊河道境界主神王 杀 刘鼎天挥动一柄 牛魔战斧批出 惊人的腐盲撕裂而出 横扫八方 从后面批中三名玉龙族强者 啊 那三名斩道主神 被一斧头披杀两半 夜大人莫慌 我等前来救驾 一瞬间 人群中有接连杀出一道道身影 全部都穿上了血色战铠 杀向玉龙族的人 人数之多 竟然不下百人 咯咯咯 又一声清脆悦耳的笑声 只见一名妩媚和仙灵气直交汇的女子 也杀向了玉龙族的人 身上浮现一套血色战甲 包裹玲珑蛆 封紫怡前来救大人 封紫怡手中出现了一个黑色铃铛 一阵摇晃 叮叮当当 一圈圈声波冲击向几名玉龙族的主神 那几人突然惨叫出声 神魂欲裂 随后封紫怡手掌一抬 一道青色的月刃旋转杀出 披下了几人头颅 杀 突然出现上百个身穿血色战铠的人 全部疯狂扑杀向了玉龙族的强者 杀得这些人措手不及 还有两位河道主神王强者 本来是围攻沐峰五人的战斗 这一瞬间倒是变成了一场被反包围的混战 怎么回事 这家伙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帮他 黑玉道工的人目瞪口呆 沐峰突然召集出来的这股人马 比他们还强 还多 殊不知 这些人都是被沐峰暗中忽悠凝聚一起的人马 喜活军 第三千三百七十五章 喜活军力 怎么可能 玉元清头颅瞪大眼睛 望着自己的玉龙族的人被击杀 沐峰一手提剑 一手成全杀向玉龙族的强者 这是你死我活的战场 没有人留情 被突然冒出的喜活军偷袭 玉龙族的人已经吃了大亏 人数还不占优势 玉龙道工的其他种族的强者都没有赶来救援 在这里 同一个道工的人到最后很有可能也是敌人 被沐峰击杀的人都被炼成了主神天丹 被收入乾坤戒指中 若是将来集结一万枚主神天丹 可以熔炼成一颗大道神丹啊 那牛顶天也是沐峰拉拢的一个强者 十七路诸王中魔牛一族的人 本是魔牛族太子御前护卫 可以这丝色胆包天 竟然把该族的太子的一个小妾给睡了 事情败露 被送来这里参战了 他自然也被魔牛族排斥 后来被沐峰拉拢 刚才见识了沐峰的实力之后 才决心跳出来帮沐峰 六十多名玉龙族强者惨叫声不断 被围攻 先写让本就血红的大地更加红润 沐峰急杀了六名玉龙族的强者之后 整个玉龙族 六七十人 全部被启湖军的人击杀 炼化成了主神天丹 玉龙族就这么全灭了 而启湖军虽然是偷袭成功 不过在对方的拼死反扑下也死了十八人 不过总得来说是一场大胜 鲜血的血腥为弥漫大地 沐峰等人的战斗仿佛成了一根导火索 其他人马也相互厮杀起来了 天地间喊杀声一片 透天族的砸碎 我慌龙族和你们不死不休 杀 杀是魂月浮族的畜生 战场瞬间爆发了 一瞬间 不下上万人在这新路战场的入口厮杀在了一起 血腥未弥漫 竹龙天狱这一方 灭了玉龙族 喜活军还剩下九十七人 全部收据靠拢而来 竹龙天狱的人 一时间还没有人敢找沐峰等人的麻烦 有沐峰 牛顶天 丰子余三名河道主神王 这只人马实力已经是极为惊人 玉元卿 我在神剑上敬你的那一杯黄泉酒 李现在用得上了 沐峰捏着玉元卿头颅冷声道 叶峰 别杀我 我可以帮 喷 玉元卿还想说什么 沐峰手掌一捏 玉元卿头颅碰得一声爆炸 神魂都被捏碎 就由神力抹杀本源中的意识 玉元卿死亡 逆天阵法和他体内被打入的神文炼化 他的一身本源和法则都被抽炼成了一枚主神天丹 这主神天丹赫然是紫金色 比斩道级别的主神天丹大了一号 一颗河道主神天丹 价值完全比的上十颗斩道阶段的主神天丹 玉元卿被炼化成了主神天丹后 他的主神器等宝物都被沐峰强行收了起来 更有四道蕴含金人气息的符咒神域落在地上 大道神符 沐峰眼眸中光芒一亮 这赫然是封印有主宰本源道立的大道神符 价值非凡 威力惊人 玉元卿竟然有这种宝物 看来他的背后也是有主宰强者 这家伙看来都没机会使用大道神符就被沐峰干掉了 若是一开始他就用大道神符攻击沐峰 结局如何还真不好说 沐峰心中收起这四枚大道神符 心中也是更加警惕了 他身上有主宰给的宝物 别人也有 恐怕一些主宰子女等人物都有主宰次的杀器 大人 起活军九十多人围过来 对沐峰抱拳行礼 这些人 大多相互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因为沐峰的暗中联系拉拢之下 大家才能凝聚在一起 他奶奶的 这枚主神天丹是我的 放屁 这人是我击杀的 没有我正面攻击吸引了他全部心力 你能偷袭的手 两名斩道时中的爵士主神 再为一颗主神天丹和一堆战利品争吵 甚至有要动手分高下的架势 都给我闭嘴 沐峰一声大喝 声音正向二人 两人皆目光冰冷望向沐峰 不过沐峰眼神更伶俐 才而释放出了可怕的杀气席卷而出 助沐峰的气势 两人被这惊人的杀气吓得连忙收回攻击性的眼神 这才想起 这位刚才可是两剑一拳轻易灭杀河道主神王的可怕强者 更是启湖军发起的领导组织者 叶大人 两人向沐峰抱拳道 沐峰手掌一息 那枚主神天丹 还有那一堆神器什么的都收入了沐峰的乾坤戒指中 两人脸色为变 沐峰冷声道 所有战利品 杀出这里后大家论功分配 所有内乱者 杀 两人不敢违抗 低声道了声势 哈哈哈哈 大人刚才真是威武啊 两剑批杀玉龙族的河道主神王 刘鼎天裂开大嘴笑道 声音如雷 叶大人 以后切身可就跟随叶大人了呢 封子怡过来笑道 郊区包裹修罗战凯 给这女人又添了几分英气 我等以后接随大人 其他人也是纷纷抱拳 这些人 都是竹龙天狱中的散兵游泳 不合群 没背景的人 是沐峰第一时间抓住机会 将这些人全部拉拢聚集在一起 才形成了一股力量 承蒙各位抬举 沐峰抱拳 对所有人朗声道 我牧 叶峰不才 愿意同领启活军 带领启活军的兄弟杀出一条血路 为生存 为自己 为群体而战 名额只有一百人 未来我们这群人可能也会互相厮杀 为各自生存而战 叶某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 也可能都会死 不过 千年之战 启活军 九百年为兄弟同生共死 最后十年再道鉴相向断前缘 各位意下如何 有些话 说开了反而更得人心 更让人心里觉得坦荡 九十多人共同抱拳 到九百年为兄弟同生共死 最后十年再道鉴相向断前缘 这一幕 引得许多团体侧目 好一个九百年为兄弟同生共死 最后十年再道鉴相向断前缘 哈哈哈哈 好 启活军正式成立 为生存而战 为自己而战 为明天合成道而战 杀出去 目风长笑 带领所有人 冲向了心路前方 一场将持续千年的残酷厮杀正式开始 第3376章 混乱大战 启活军刚刚斩杀了御龙族的人立威 御龙盗工的人死伤过半 除去御龙族自己的人 其他的都是一些其他辖区的主神 也是被排挤核心圈子之外的人 这些人相互抱成团 结成了二三十人的小团体 这样的小团体 自然成了许多大群势力眼中的肥羊 包括目风的启活军 也是专门挑这种小团体下手 一路冲杀了 又急杀了不少人 也有人带头 带领人马来投靠目风等启活军 就是听尽了目风的那一句话 九百年兄弟生死与共 最后十年在翻脸不认人刀剑相向 为自己而战 目风的队伍 在战斗之中反而在不断壮大 从九十多人 扩张到了快两百人 还有一名河道主神王 名叫张欢的河道主神王前来投靠 而竹龙天玉一方 最大最强的还不是目风的队伍 是竹龙族的队族 竹龙族一方 本族人马就有三百多人 修为高强 竹明浩 河道主神王的境界 战斗力惊人 麾下还有两名本族的 河道主神王相助 除了这些 还有几个龙族道工 都是跟随在竹龙族 竹明浩的人马族有六百多人 河道主神王一共八位 可谓是竹龙天族 一方最强的人马 竹龙天玉的人散开阵营后 倒也没有对自己天玉的人出手 目风起活军和玉龙族的恩怨 倒是一个例外 战斗前期 敌人众多 竹龙天玉成型的团体都是有意识地攻击其他混沌天玉的人马 其他混沌天玉的人马也是如此 星路战场的开端 就有三五万人马混战在了一起 这颗巨大的星辰到处都是爆炸沸腾的能量 上万的顶级主神战到主神河道主神战都一起 场面之浩瀚简直惊人 若非这星辰本身无比坚固 又有主宰布置的逆天法阵稳固 这星辰再大也会被打爆炸 刷 一道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一位战斗时中的主神王都没有反应过来 头颅直接被人家怯落 这速度简直就是恐怖 金光凝聚 化为了一名身穿金色长袍 双眸犀利阴勾鼻子的青年 身上还有一股王贵之气 背后收敛一双宛如黄金锻造的金色翅膀 他身后 也有数百人 速度惊人 一个各化为金色闪电 围杀一个混沌天狱 两百多人的人马 彭展天 我和你拼了 一名河道主神王咆哮 挥动战剑杀来 一道汇聚血色光滑 凝聚浓浓的杀气 有晕鬼咆哮 有几分类似罗刹神功 金袍青年露出一脸不屑之色 只见他双手上覆盖一双金甲手套 金甲手套末端是 无柄长一尺多的锋利爪刀 宛如五指 彭展天双爪暴击而出 一瞬间只见漫天爪影 笼罩着主神王劈开了一剑 当当当 快到难以想象的速度 暴击在了对方的剑上 这一剑竟然被爪影击暴 主神器都被击暴 不 这人悲呼笼罩抓影之中 直接被撕裂成了碎肉 鲜血蹦剑 而那一群和他同族的人 战斗力也是无比彪悍 恐怖的还是速度 那随意可穿越空间的速度 几乎没有多少族群能够抵倒 这两百多人 没有多久就被击杀变成了 两百多利主神天丹 净翅大鹏族 狂斩天 净翅大鹏族可是能和竹龙族对抗的可怕种族 在七十二霸主中 也是排名上层 速度几乎混沌无双 竹龙族的人实力也是惊人 天生精通极英 极阳两种可怕神力 在神功的帮助下 天生神力更是惊人 一个各化为龙人 双眸之中展出日月神光 日月神盲合集之下 少有敌手 竹明浩挥动一柄长柄战刀 带领人马杀在战场之中 一刀便是一颗头颅 身后凝聚现化日月神像 日月神轮凝聚正灭杀出 大有势不可挡的架势 他这一群人马在战场中也是显眼的人 转挑金鹏天玉的种族下手 然而竹明浩 狂斩天 这两人却都有意让自己队伍不和对方相战 两人心知肚明 他们两族现在就分割不死不休 减便宜的都是其他人 前期保存势力 先杀弱小 收集主神天丹 没有能稳赢对方的把握下 都不会向对方下手 还有一群人 更是霸道 这群人只有一百多人 全播化为了赤色岩浆肌肤 头颅宛如驼风 背生双翼的恐怖巨人 他们使用的神器都是巨大的战斧 一斧头批出 盘古神力无人可挡 一名河道主神王带三百人咆哮冲向这群人 一名修为不过斩道实众的盘古圣主挥动金色战斧 一斧头批出 可怕的盘古神力凝聚成盲 狂暴批在对方河道主神王凝聚杀来的一头火焰怒龙上 火焰怒龙被一斧批爆 可怕的斧盲批在这主神王身躯 这人吐血而退 眼眸中全是惊骇 一百来名盘古圣族的人冲杀向了对方三百多人 然而却碾压着打 三百多人被杀的胆气丢失惊恐逃亡 拔了个八子 这盘古圣族的怪胎们实力也太变态了 这么强 来参加什么混沌天斗大会 不给人活路了 那被批飞的主神王果断逃亡 一路逃一路骂 然而 一道震动巨大翅膀的身影突然穿越空间一般挡在了他的身前 全身环绕金色神雷 盘山海 这主神王惊骇 吓得头皮发麻 这巨大身影 正是盘古圣族 一尊河道主神王级别的恐怖强者 名盘山海 盘山海 我头 这主神王话还没说完 对方恐怖的一拳已经灭杀而来 金色的混沌神雷暴动 狂暴打爆对方的神力领域 笼罩这主神王 啊 这主神王话没说完就被一拳打爆 神魂直接被轰杀戏碎 一拳抹杀 被凝聚成一枚主神王子经添丹 盘古圣族的人 宛如一头头杀戮巨兽 在战场中已少战多 却有势不可挡 实力太多恐怖 甚至 和一方霸主级别的天宫人马杀在一起 也打得人家五六百人仓皇拜逃 不敢来招惹盘古圣族的麻烦 第3377章 大道气出 而沐峰这边 人数可是扩张到了四百多人 沐峰是一路杀 一路吸收愿意投靠过来的小团体 主神王都有了四人之多 很显然 之前大混战开战之前 沐峰及杀玉元清那一战力下了很大的威信 只要愿意来投靠的 沐峰都接受了 目前现从这混乱战场杀出去脱身再说 身边的友人啊 不然几兄弟正面对碰 实际上都打不过主神王 太早曝露几件大道神器 沐峰等人必然成为别人眼中钉肉中刺 甚至是不吃不快的大肥肉 杀 沐峰一剑凝聚剑虎咆哮杀出 震飞了一名斩道十重的强者 又有两名斩道十重强者杀来 两道神通强势轰杀向了沐峰 修伤大人 刘鼎天一战斧批出 河道主神王全力一击 一斧头批爆两人攻击 狂暴力量震退二人 沐峰额头倾天神谋众 一股股可怕的心神之火凝聚 轰 七股威力被提升许多的坟灭心火席卷而出 燃烧凝聚成了一道炎刃 呼的一声 炎刃包裹沐峰的时空神力批出 速度惊人 瞬间斩窃在两名斩道十重的身上 啊 两人身上的顶级防御主神器都被溶窃 瞬间被斩成四节 燃烧成了火人 呼吸奸化为了灰烬 好惊人的神通 大人好手段 嘿嘿 看来我多管闲事了 刘鼎天惊讶道 望着沐峰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眸 他虽然是河道主神王 也不容易如此秒杀两大斩道主神 快去支援其他人 尽快杀出这片战场 沐峰连忙喝道 其实他心中都是一惊 卧槽 这青天神谋威力被辜负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啊 以前青天神谋可没有这么强的攻击力 青天神谋的主要作用本就不是杀法 而是悟到破旺 从一开始的小规模 如今这片区域已经成了几万人的疯狂厮杀 到处都是神通凝居的可怕天象 沐峰率领这四五百人冲杀向了前方星路 想脱离这大混战中 都给我死 遥远出 有一名魁梧巨汉咆哮 挥动一柄巨大的紫色巨锤 一锤杀下伴随毁灭神雷轰落 弥漫大道神威 啊 十多名斩道主神惨叫 笼罩在这一锤之下 被恐怖的雷霆轰杀成了鸡粉 大道神气 沐峰望向了那个方向 眼皮紫意抽搐 他奶奶的 其他人果然也有大道神气 那家伙恐怕也是哪位主宰的子孙人物 夏侯雄 你当我没有大道神气不成 袁楚又一声愤怒咆哮 只见又一道身影愤怒祭出了一柄红色大旗 这大旗缭绕恐怖神火 神力涌入挥动之下 滚滚红色神火翻滚燃烧而出 化为一条火龙杀向了那用雷霆大锤的身影 夜火扬天旗 不 对方十多名斩道主神被可怕火龙吞噬 惨叫之间直接燃烧化为了灰烬 雷霆和火龙对碰 爆发的可怕神威让周围没有人敢支援二人 风哥 他大爷的 有大道神气的不只是我们啊 要穿船英悲乎 现在看来 他们有大道神气也不见得能纵横战场 他们有 别人也有 别人修为比他们高的 用起来自然更强 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主宰的子孙 地位高的被赏赐大道神气用来保命也不稀奇 走 先脱离这大战场 木风高呼道 那两人用了大道神气 似乎一瞬间起了连锁反应 四面战场 一股股大道神威浮现 各种大道神气被一些地位很高 主宰至亲血脉的人物祭出 许多战道主神 甚至何道主神死在大道神气之下 那些修为低又没有大道神气的人心中绝望啊 这特么怎么玩 而这时 有一群人马盯住了木风这群人 哈哈哈哈 这里有群肥羊 给我宰了 这群人 各个身高巨大 有几丈大小 有大象一样的长鼻子 不过长鼻密布龙林 口中都是尖牙 人也有五六百人 容貌怪异 顶着各大象头颅 身后却拖着龙尾 为首之人 是名身穿金甲的象人 龙象天狱 龙象族的人 龙象族的人直接向木风等人狂奔而来 气势棒驳 一个个眼眸中凶光绽放 杀鸡冷冽 要吃定木风等人的样子 龙象神族 刘鼎天等人大惊失色 这可是一方霸主的族群啊 变成本座的天丹吧 为首的金甲向人大笑 他名向涛 河道主神王 龙象神族这次的首领 向涛挥动梁丙宛如巨大象牙的战刀 双刀劈出 金色神盲斩灭杀来 喜活军纷纷避开 有四人躲得慢了 被两刀劈杀 杀 木风咆哮 强敌当头迎来 退无可退 唯有血战 杀 喜活军四百多人也是咆哮杀去 他们都明白 这不是为了谁而战斗 是为了自己 不得不拼命 不过霸足就是霸足 实力真的很恐怖 这一对碰之下 喜活军就被轰杀了十多人 人家就被杀了两人而已 向涛挥动梁丙象牙神刀 杀去喜活军中 更是无人能打 一刀便能批杀一人 刘鼎天 过来保护老子 神龙鼎 祭 药川也顾不得了 祭出自己体内的修行的神龙鼎 不过并不是赏似的那件清天神龙鼎 修行造化神龙诀 体内都会凝聚一口神龙鼎 药川的神龙鼎中 一股股庞大的能量涌向了被披杀肉身的人 这些被打爆的启狐军 竟然瞬间重聚肉身 这一幕 让那些被击杀药绝望的人兴奋至极 宛如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 一个个咆哮着爆发所有力量杀向龙象神族的人 过来保护药川的牛顶天不可思议望着药川 这家伙能帮助人瞬间重聚主神体 腾 木风也被一尊龙象神族的强者挥动两柄象牙神刀劈飞 撞击在了大地上 撞破大地 这龙象主神不过斩道实重 然而实力却比其他击杀的斩道主神强悍许多 一身蛮力几乎无解 龙象神族 可是以利正道的种族 天生具备一龙依神像的力量 此吧 这龙象主神凝笑 双刀蕴含龙象神力接连劈下 要将木风劈成两段 第三千三百七十八章 玉血奋战 木风又启示坐以待毙的角色 一道道护体天罡咒凝聚而出 在自己上空形成了一道道护体神木 同时 兽神天凯包裹自己 身躯躲闪而退 砰砰砰 一道道护体天罡咒被打爆 血色大地都被踢出两道千丈刀痕 爆发的刀器冲击在木风身躯 被木风的兽神天凯抵挡 青天神谋 星火坟灭 木风额头上青天神谋释放大量空间力量 七种神火奔腾而出 化为了火海 凝聚成了七道火龙轰杀向了这龙象主神 轰轰隆隆 一道道星火神龙爆炸杀下 可怕的火焰焚力和爆发力摧毁这龙象主神的防御 滚滚火海笼罩这龙象主神 方圆万丈化为岩浆火海 吼 这龙象主神痛苦咆哮 这青天神谋的焚力温度太高了 它的肉体都感觉煎熬 承受不住 它的肉体在不断开裂流出鲜血焚力涌入体内 像冲出火海 然而七道火龙伴随其中 杀 而这时木风挥动古煞神剑 凝聚锋芒神力全部在神剑本体之中劈下 这一剑的切割力量提升极致 扑斥 一剑劈在这龙象主神脖子 偌大的头颅被一剑劈下 然而 这龙象主神头颅上的长笔突然变长 化为一柄快到极致的镖枪一般动杀像木风头颅 木风脸色惊变 对方还有这么一击 一脚撕裂空间 独步天雨 这像笔一击撕裂这片空间 木风闲闲闲躲过 胸膛被插过一道血痕 随后一拳杀出 直接打爆了被斩落的头颅 对方身体变成了巨大的龙象尸体 木风直接收入本源天中 他击杀的主神尸体 还有看见的尸体统统没放过 笑话 尸体中蕴含的血缘可以培养多少天风君了 修罗神典的修行宝藏啊 不过这霸足的斩道时重绝世主神真是强悍 没有倾天神谋相处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击杀 能不能击杀都是一回事 啊 另一边 牛顶天一声惨叫 被一位龙象主神王一刀劈掉了半条肩膀惨败 你大爷的 追我干什么 要穿控制自己的神龙顶 不断提供再生神力恢复被打杀的自己这方人马肉身 而那龙象主神王就是针对他而来 本来 一群很容易灭的家伙 就是因为这个神医 特么变成了一群打不死的小强 除非你能一级强势秒杀对方 抹杀神魂意识 这个神医 必须抓住 要么必须死 他还没见过如此恐怖医术能力的神医 好 牛顶天被斩掉的手臂瞬间被要穿的力量恢复 再度杀向这龙象主神王 不知死活 这龙象主神王双刀诡异批出 可怕的力量穿透空间批在牛顶天上 牛顶天被批飞 差点被斩成四截 不过又被要穿恢复 同为河道主神王 相互之间差距也是很大的 老牛 你特么怎么这么没用 恢复你很消耗我的神力的 要穿破口大骂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啊 他的神力经不起这么大规模支援的战斗消耗啊 老牛和你拼了 牛顶天也被骂得不好意思 狂笑一声 提战斧不知用了什么秘法 全身神力沸腾 肌肤滚烫疯狂杀来 冒着滚滚白气 而他已经慢了一步 这龙象主神双刀已经笼罩锁定了要穿 双刀披下 空间被不断撕裂而下 要穿被恐怖力量笼罩 通隆隆 他脚下坚硬的大地都在不断碎裂 被压得塌陷 尔赶 不过这时 暮笑震天 只见一根赤金色的巨棍被一头巨大的赤阳神员挥动 爆发恐怖神力横扫而来 隆隆隆 巨棍卷起天地狂风 飞杀走时 空间扫过破裂声响 这一棍扫在对方的战刀上 直接震碎战刀 击溃对方力量 恐怖的压力反压而来 这龙象主神王大惊失色 面色大亥 砰 这一棍挥在他身上 神刀破碎 神力领域破碎 而这主神王被一棍挤爆飞 体内骨头 神脉 内脏全部都碎啊 人撞击在远处 落在地上直接成了一团肉泥一样 大道神器 这龙象主神王神魂惊骇大吼 启胡君 集合此处 随我杀出去 目风咆哮 救了要穿 现在也顾不得曝露一件大道神器 赤阳棍了 目风赤阳神力涌入棍中 棍中燃烧其可怕的赤阳神岩 沙 一棍砸下 凝聚的可怕棍芒燃烧 掌有千万丈 笼罩九名龙象主神 不 这九人凄厉惨叫 随后一个个被砰砰砰的杂爆成肉泥 赤阳神火燃烧神魂 大道神器 牛顶天 丰紫怡等人眼眸睁亮 叶峰有一件大道神器 难怪 难怪他如此自信了 看来他之前说的厉害法宝就是这个了 起活军中许多强者眼眸中都闪过惊喜 也有许多人贪婪 杀 起活军门根在目风后 目风开路也断后 所有人都在他棍芒的掩护下 杀出龙象神族的包围 不过也死了两百多人 大道神器 当我没有 像涛冷笑 张口吐出了轮白月一样的象牙 这轮象牙涌动可怕的大道气息 吸收了象掏神力 宛如一轮巨大的白月轰杀向目风 轰 象牙越轰来 爆发的神力比赤阳棍还强 重重撞击在目风的赤阳棍攻击上 两股惊人能量对碰 啊 远处战斗的数十人都被大道神器对碰力量震飞 不过显然 和到主神王驾驭的大道神器更恐怖 更能代替大道神器威力 目风提着赤阳神棍被爆发的能量力震飞 而目风 恰好借着被震飞的力量 生出空间叠翼撕裂虚空逃顿 速度快地让人张目结舌 该死 像涛不甘心咆哮 让目风他们这块肥肉杀出这里了冲出他们战局了 不过还是被击杀了起活军两百来人 还是有要穿书名的情况下 不然恐怕死伤不止这么点 像涛的龙像天族强者只死了几十人而已 不得不说 目风刚刚凝聚的一群散兵游泳和人家霸族人马实力还是相差巨大 第3379章 金献血神 这也不奇怪 一来这些人都是目风拉拢四处凝聚而来的力量 很多人还是临时投靠 没有任何凝聚力 更没有默契 不会战术配合 更不会战阵配合 而人家霸族的人不说修行的功法也是顶级吧 天赋还强大 而且提前准备的人马 相互兼了解 配合默契 能打得过才怪 当然 若是同等数量修为的人马 目风的人都是他自己的战风人马 那结果可就不一样了 一个人再强大 或许你拥有一人横推一界的力量 可以打天下 没办法治天下 手下没帮人 谁来帮你守天下输送你需要的利益 成大使者 必须有自己的一般人马和根基 单打独斗 不适合这个世界的游戏生存规则 目风和他的人马能一路快速修行到如今 除了自己争来的抢来的资源 背后还有万妖圣域给他输送的大量资源 这就是抵运 近500起活军 损失惨重这才摆脱了龙象神族的追杀 等杀到战场边缘化石 目风的起活军已经只剩下了160多人 有一名刚加入的一名主神王都陨落了 要穿脸色苍白 都快虚脱了 战场上他可是发挥了巨大作用 神力全部用来救人上了 杀 阿 轰 目风骑在化为九尾麒麟的小子身上 望着战场中心处的厮杀沉默不语 各种能量交织沸腾 各种各样的神通对碰 时而看见大道神器对轰 能量冲上云霄化为巨大的能量蘑菇云 平常在各方大小世界都地位不凡 一万年不云的顶级主神 这一刻命如纸薄 他不断在攀登 就是想摆脱被别人掌控的命运 然而如今身处这个战场 他的命运何尝不是还在别人的掌控之中 目风望着脚下血色大地轻轻一探 染千层土 血肉换一屋 黄尘足筋骨 白骨乱鹏薄 他握紧了手中的剑 突然仰天长笑 望向天空神处交织的神闻 我叶峰发誓 以后不要再让谁能主宰我的命运 主宰 你们能主宰众生 他人 将来我目风必然也要主宰你们 让你们看看我的脸色 周围的启狐军都吓了一跳 大人突然发什么疯 不过也有人有所感悟 望向刚刚杀出来的混乱战场 也是深深一叹息 疯子疑望向目风 眼眸中微微闪过一丝一色 没有这个男人之前的提前布局 恐怕这些散勇刚才都死在里面了吧 他也没想到 目风手中竟然有一件大道神器 大道神器可不是谁都能用了 寻常主宰都不会拿自己 酝养的大道神器给自己的后背 来这里冒险 原因简单 子女死了好再生一个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 也不缺一两个子女 大道神器若是丢在这战场 损失重大 要重新培养 不知道要多少亿万年 不是什么神宝 都是青天神宝那样 得天独后的神宝 寻常神宝蜕变 大道神器很艰难的 而那些霸主级别的势力就不同 人家有这个底蕴 赏个一件大道神器给族人来这里争光 好 突然 星辰大地的地面 突然破裂而来 厚厚的血土之下 有什么恐怖的生物破出 轰 大地爆炸 一道血光射出 啊 一名斩道主神惨叫 被血光卷中 血光中 竟然是一条碗如血红色章鱼触手一样的东西 上面长满了蜜刺 刺入对方身体 这斩道主神一身血气都被吸收干净 整个人瞬间化为干尸 他的神魂惊恐逃亡 然而被一人一刀劈散 抹杀了本源意识化为天丹 这人也震惊望着下方生物破土而出 赫然是一头生长八条荆棘触手的怪物 让人恐惧的是 他的本体上 竟然是八张不同的人脸 受脸组合一起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八条触手直接向他攻杀而来 大地破开 许多这样的生物冲了出来 爆发强大的血神力杀向了战场上的各方人马 不分阵营 这一瞬间 就有许多人惹了道 被吸干血液惊气 雀神 木峰望着这一幕惊声道 嘶吼 脚下一头血色身影突然冲来 化为一头巨大血蟒扑杀向木峰等人 找死 刘顶天怒喝 一战斧披下 斩爆了这血蟒 当空留下了一枚血煞气息缭绕的结丹 木峰一掌收来 面露惊喜之色 雀神丹 主神级别雀神丹 轰隆隆 脚下大地轰鸣 似乎还有生物赶来 离开这里 木峰立马大吼道 急着小子破空而去 其他人也连忙跟着逃离 大人 雀神是什么 刘顶天问道 木峰眼眸为咪 望向脚下大地所有所思 血神是修罗神典中记载的东西 木峰道 血神是血气凝聚极致所化的神灵 这里死过太多强大的主神 无数一年血气 主神意志和神魂力的堆积下 看来这星路战场上诞生出了血神 木峰有一点没说 其实修罗也算是血神的一种 最强大的仙天血魔神 混乱厮杀的战场 突然被一大批涌现的血神生物打乱 许多人都开始逃亡战场 大混战的局面变成了全军大逃亡 各自奔逃的局面 木峰的人算是早一批脱离战场的 渐渐地逃离了厮杀喧嚣的战斗星辰 一百多人 落足在了一片血色山脉之中 这里到处生长的植物 大树都是血红色 天地尖血煞气息太浓郁了 很多人不适应 木峰在这里却有一种 在自己修罗界的感觉 随时可以补充修罗神力消耗的力量 他奶奶的 总算杀出来了 留顶天力节 一屁股坐在一堆石头上 其他人也是各自落下休息 神力消耗巨大 拿出神丹神经恢复神力 还好有大人 不然大家都不一能从战场脱身呢 峰子一笑道 众人望向木峰 有些人目光比较炙热 暗藏贪婪 是啊 还好有木峰 他有一件大道神器震哲 一路上才能杀出来 几万人混战的局面 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要杀出来多不容易 第三千三百八十章 拟定战术 各位 大家都把抢到的天丹都交出来统一分配吧 木峰望着众人说道 天丹这东西 关乎排名 可以直接说关乎到每一个人生死必须分配清楚 不统一分配 战斗的时候都只顾着抢天丹了 早晚要内讧解散 木峰说话间直接拿出了十四颗天丹 其中还有一颗河道主神王的紫荆天丹 木峰手中的天丹就价值二十四颗天丹 刘鼎天也拿出了自己的天丹 一共十颗 紫月 彩儿 也得拿出了十来颗天丹 丰子也拿出了十一颗 还有两位河道主神王 后加入的前圣 唐爽 也得拿出了十颗 九颗主神天丹 其他人嘻嘻嚷嚷的也拿出了天丹 不过数量都没有木峰几人多 有的只顾保命 甚至一颗没有 要穿光顾着救人 没怎么杀敌 手里也就只有两颗主神天丹 一百多人手中的主神天丹 加起来也一共四百颗不到 木峰道 主神天丹 咱们论功分配 我木峰 独自击杀十一人 这十一颗 是我自己的 助攻击杀三十八人 木峰从中拿出了十一颗主神天丹 包含了那一颗紫荆天丹 我老牛自己击杀了八人 刘鼎天也从其中拿了属于自己的八颗 那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斩杀的人 我自己击杀了九人 封子仪也拿了属于自己的九颗 有自己独立击杀敌人的启活军同盟都拿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最后竟然有四十多人 一人都没有独立击杀得到过主神天丹 而主神天丹还剩下六十四枚 木峰道 这剩下的六十四枚主神天丹 没有得到的兄弟一人拿一枚吧 这一战 夜川帮助我们最多 若不是他 我们当中恐怕要死不少人 所以赏夜川兄弟十枚 大家没意见吧 听大人的 众人也没什么意见 能杀出来 要川的确有很大功劳 谁神体被打爆了都是要川救回来的 嘿嘿 那我就不客气了 要川笑道 拿了十枚主神天丹 至于还剩下的十枚 如果大家信得过 先放在我这里 以后主神天丹够了 再合理平均分配给大家 木峰望着众人道 有的人哪怕心中有意见 这一刻也不好提 对了 大人 你让我们收集那些尸体干什么 刘鼎天一货问 之前木峰让他们把自己击杀的主神尸体 都收入了本源天 我自有妙用 大家将收集到的主神尸体交给我就行了 木峰但笑 作为领导者 他这点权利还是可以行使的 开玩笑 主神的尸体啊 这对修罗神族来说可就是修行的宝藏 至于那些主神器 都是谁得到是谁的 除了威力特别巨大 特殊的主神器 倒也没有人抢 主神体对大家而言也没什么大用 虽然可以吞噬 不过其中的神员 法则都被抽炼成主神天丹了 一具蕴含血气的尸体对他们作用不大 也都做了个顺水人情 送给了木峰 毕竟木峰还是凝聚他们所有人的人 而且手中掌控了大道神器 关键时候还得靠他面对强敌 除了他们自己击杀的 还有战场上捡来的主神尸体 一共七百多具 全部交给了木峰 木峰都收入了本源天中 控制修罗神域全部炼化 炼化成了大批的主神血丹 回去之后 这些主神血丹可以赏赐给为突破主神的天峰军战士 绝对可以造就出一批修罗主神 大家也都看见了 混沌天都合其凶险 一不注意就会被别人吃的骨头都不剩 必须团结一心 以后面对其他强敌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最后 不过我们自己不能放弃自己 叶母丑话说在前头 有离开的可以走 不过 留下的 谁敢战斗的时候捅兄弟刀子 屋里斗 背叛 我叶峰定斩不饶 紫月 牛顶天 你二人在战场上就做那监军之人 挑十个帮手 谁敢懦弱怕死为抗命令 杀 沐峰对紫月和牛顶天说道 嘿嘿 德勒 尊令 两人应试 众人心中一灵 白紫月 牛顶天可都是这群人 忠实力上层和顶尖之人 有这二人监督 恐怕没有人敢要在战场上扬奉英维 贪生怕死不出力了 我们来到这里了都是为自己而战 不为别人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对待 沐峰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这一刻统一千军万马的大将气势油然而生 有的人 天生就是领导者 封紫宜 钱盛 唐爽三人都暗自点头 这个也封是一个合适当领导者的人 大人 我们现在该何去何从 钱盛容貌像是各年过半百多老人 猎杀 目封眼眸中露出了狼一样的光芒 我们要活到最后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走到百王星 要争取前百的名额 就得不断猎杀其他的竞争对手 我们这样的队伍太多了 预见比我们强大的如何是好 唐爽皱眉道 主动出击 他们这样的百人战队 这星路战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甚至还有过千人的人马 人家拥有大道神器 所以我们也不能贸然进攻别人 得选一个根据地 布置下沙阵 防御阵 进可攻 退可守 撑过这九百多年 进入最后十年的决战之日 百王心离这里并不算太遥远 什么时候都可以赶到哪里进行最后的决战 这九百多年能不能撑下来才是关键 目封说出自己的想法 大人说得极是 我赞同这个办法 唐爽哈哈笑道 我也认同 疯子于笑意盈盈说道 我老牛我听大人的 刘鼎天也没什么意见 一群实力强的人都同意了 下面人自然也没什么不同意的 叶峰 救命 而这时 远处大帝一声呼救声传来 只见四十多人惊恐逃向了这边 一个个奔向目封等人这里 而这群人后面 杀气腾腾 跟着一百多人追杀而来 目封望去 这群逃来的人正是黑豹到宫的人 接着地货 时会判断 杨协